嗯? Honeyworks最近怎麼出這麼個IDOL的歌? 最近偶像產業是如此的當同嗎? 因為沒有夾身帶來比較沒有精神 現場的連結心 帥嗎? 現場的連結心 偏矮 很帥 但是 照顧反而有點太高了 因為這個大小的筋子 熟稔 熟稔 要吃 披抹 остав了 可以用蝶 我沒有燒起來了 我的眼白也要辦公演了嗎? 誰?誰的眼白辦公演了? 是那個很熱愛燕子眼白的人嗎? 對 瀏海就是夾了就十分的不管 好 是這樣的 真的 我就是那個十二歲哭了的成員吧 怎麼大家都想知道是誰 不管是誰 現在都是閃閃亮亮的偶像嗎? 是吧 嗯 有點濕 怎麼看得出來?有差嗎? 你說十幾歲哭的是你是嗎? 看來就是我了吧 今天有需要補光嗎?是不是還好? 補一下 好 今天很亮 不知道有吃過我的發亮嗎? 嗯 雖然今天很亮但還是沒有燈 晚餐吃了 但有點早吃 所以待會可能會餓 嗯 上班庄 排電工店了 工店在我這 沒有工店在小安的 飲料喔 很難得的喝了珍珠奶茶 意外吧 沒暈 沒暈 7的 7的啊不會暈欸 奶茶欸 嗯我不喝奶茶啊 就是如果沒有珍珠我就不喝奶茶 但有加珍珠的話 要看有些店家 7的珍珠要看店員吧 國際珍奶率 沒有 我沒有特別愛珍奶 但我喜歡珍珠 嗯 茶茶不愛吃藥 我超愛吃珍珠跟椰果 對啊7的珍珠是冷凍的 所以是加熱 只有珍珠沒有奶茶 還行可以喝完 半碗 半 半杯 問啊問什麼 我可以問您嗎 嗯 這個就是咬出來的 我的咀嚼肌 除了潘茲儀以外 其他的人都沒能贏我 呵呵 嗯 我很愛椰果欸 嗯 冰或豆花上放珍珠我也會吃完 喊喊的左臉也是咬 萌萌沒贏我 萌萌的臉其實沒有很 沒有很寬欸 萌萌屬於臉小型的吧 萌萌萌自從拔完致齒之後 臉頰應該是大叔特殊了 她現在臉頰不太 臉頰有肉 但是不會很 很肉 就是她拔完致齒之後 臉頰小很多 那肯定是咬出來的吧 欸我剛剛遇到了一個問題 我想問大家 因為我不是要用新的裝置去下載 用Apple ID 然後下載王國紀元嗎 然後我就想說我用平板 然後就是我自己的平板 沒有下載過王國紀元 然後我是連WiFi 因為平板沒有辦法用那個4G 可是我用新的 新的平板 然後不是新的 就是我之前平板沒下載過 然後也是新的Apple ID 我就是重新創了一個 然後我就點進去王國紀元的那個 成員的下載區 我從那邊點進去之後 喔真的喔 用手機分享給平板 不是我要跟你們講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按下載之後 就是我還在那個 點進成員的網址點進去之後 跳出王國紀元然後按下載 他一直轉圈圈 可是他轉了整個晚上都沒有讓我下載 因為我覺得昨天晚上想說要用 然後我已經試了兩次 然後他都在轉 我就想說還是我就讓他轉完 我就放了一個晚上 然後我今天早上在看他還是沒有轉完 就是對我用WiFi 可是 可是我的電 就是我的平板WiFi是有在動的 我為什麼要開VPN 我沒有欸我沒有開VPN 我的平板沒有下載任何其他東西 然後我下載的時候 就我按了那個下載之後 他就是一直跑那個轉圈 然後他那個轉圈是loading 不是 就是你看到download的轉圈是有在跑的那種 但我的是loading的那種 就是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又不是播接時代 應該轉過去了一下就轉過了 重開機試試呢 我不知道欸我是沒有重開機 可是我當時下載 就是我直接進行這些操作是才剛開機而已 那你改聯好 那我直播完改聯手機網路下載 我要加入我被李莉莉盟主邀請了 就是我不能說是我選邊站 我是被李莉莉的這個作為盟主事先邀請了 所以我肯定是會打開我的聯盟 這樣我就不教你了 對不起 我已經站穩了敵隊了 有圓子竹也跑來 然後就是那天李嘉玉說 嘗嘗嘗嘗嘗 你王國巨人還記得嗎 他說 可能不記得 謝謝好好的冰封花火 雖然那個花火下面一直很像火山 然後反正 他就跟我講說 你有記得嗎 你王國巨人記得要加我的聯盟 我說蛤你們又開始新的代言了嗎 然後圓子竹衝過來說 欸蔡妹妹不行啊 你要加入我的聯盟啊 可是我 我剛 我剛已經 把我自己賣掉了 我剛已經賣出去囉 sorry 開兩支那我就要去借我媽的手機 我早知道那天不要拒絕她 我原本想說用我自己的平板 就不要用她的手機 然後就是她中途要拿回去的時候 她不會在那邊咬咬咬 然後我就想說 用平板比較好 結果居然 居然 居然遇到了轉圈圈的問題 是竹竹的速度太慢了 齁齁齁齁 你去告訴一下你們家盟主 但是目前你們家盟主怎麼樣啊 現在是誰試血啊 哈哈哈哈 欸 電腦模擬器 我之前好像有下載過那個欸 夜神 夜神模擬器有用嗎 可以用夜神嗎 喔我現在在打黑暗嗎 欸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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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齁齁齁齁齁你是不是有點過分 哈哈哈哈哈哈 結果你最後真的是她誰 欸我 怎麼可以會突然當機 喔有了有了 我剛剛想說我怎麼滑不了留言 精靈女王打了奇觀 夜神可以 反正能登錄就能畫好 那我試試看 我現在看夜神 大家陪我一起試 怎麼可能你們那邊戰力有這麼高嗎 還是 還是現在那個新王國沒有人 其實我已經快要忘記王國紀元的玩法了 想當年我這一個月全部都泡在王國紀元的說 今天吃了什麼麵 我今天也吃了麵 9個破千萬 高保人多 上次不是小異已經說她25了嗎 哇 精靈女王不得了 果然是精靈界的 大家衝等都沒有在讓的啦 欸 我當初打開夜神模擬器 原來是為了玩決戰平安金 我那時候課金 因為apple比較貴 所以我就打開夜神模擬器課 嗯 你們等我一下喔 搜尋遊戲 欸 不行我不能從這裡下載 糟糕 怎麼用 有人可以教我打開夜神模擬器之後 第一個動作是什麼嗎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 先去google store是嗎 好會算 還轉來安卓客 那是當然 欸 我那時候疫情期間那是報課耶 這是報課平安金耶 下載app 登入google 你有fb可以轉移帳號嗎 我有多的fb 可是 要先跳一支舞 下載app 登入google 下載 課多少 就會連到下載 對不起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登入下載 登入什麼 瀏覽器 瀏覽器 夜神應該可以直接輸入網址 等一下等一下 按瀏覽器 是不是 首先先按瀏覽器嗎 等一下 其實我當初夜神只有下載過 絕戰瀏覽器之後 欸 怎麼用啊 等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我現在打開之後 我連第一個東西都不會 打開瀏覽器 然後貼上 好 那你等我一下 我先去那個 找 對不起 那個網址是別人給我的 我不知道關鍵字 王國紀元AKB嗎 王國紀元AKB嗎 什麼 從關鍵字找得到嗎 跟我們一起玩玩國紀元吧 有他們的直播檔 下面應該有網址吧 哈 下面居然沒有 喔有有有笑一條耶 然後下面居然沒有網址嗎 呃 這個 點擊這裡參加 欸 我可以問問你嗎 我從官網YT進去好了 呃 我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直接 從 一般Google 這樣點開進去的這個網址 就會是李嘉莉的網址了吧 對吧 我應該不會有任何出錯的機會 爸 媽 哈哈 因為我看一下 欸可是 無論是跳誰的 你從官網出外 T進去 要先 要先登錄Google 帳號 才登錄 瀏覽器下載喔 要用官方給連結 對 我看到了五個成員的點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現在點開李嘉莉的 點進去之後 這個 直接複製這個網址 是可以的 對嗎 我可以問例子嗎 喔不不不不不 這個絕對是李嘉莉也解決不了的問題 因為李嘉莉的手機沒有下載過網國紀元啊 但我現在是因為下載過了 所以我不能用手機 但是李嘉莉絕對沒有辦法幫我解決我要用什麼裝置吧 我點電線被Google Play下載了 不是直接點開 不是直接點開 好 等一下喔 我要先看的是夜神模擬器怎麼樣 怎樣 登入我的Google 對不對 Play商店嗎 你直接複製那個網頁的網址 然後貼去夜神的瀏覽器裡面 好 唉唷 唉唷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孩子 叫我認問嘉莉的那個孩子是誰 看一下 冠字是不是不知道我在去年的時候 也有代言過網址紀元 哈哈哈哈哈哈 點進去李嘉莉之後 按複製 按複製之後 按貼上 等一下 我貼到Google App裡面 不是我貼到那個 蛤不是阿 搜尋遊戲跟應用 為什麼是英文版 為什麼是英文版 要打開之後是英文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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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好 先點牌也可以登錄 點牌也可以登錄 好 點誰的網址好像沒差 點誰的網址有差吧 我們那個時候 每一個人的網址都有差耶 你也只能選到英文 沒有阿 Play商店是中文阿 欸 有耶 我有登錄耶 是我的帳號 Play商店裡的話 是我的帳號 有差 有差喔 對 有差有差 有差啦 那剛剛那個是誰 等一下喔 剛剛那個說 不行的那個 隨便按的那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點名他 讓他知道有差 剛剛那個是 喔 冠尾 冠尾 你有玩嗎 目前 沒有嗎 真的嗎 沒有嗎 我們 我們 我們上一次是被說有差 但是因為上一次的災難也還是太多了 就是 我其實沒有搞懂 但是因為 上一次 我們上一次那個時候 就算很多人乖乖的照一模一樣的那個 就是順序進來 都還是很多人沒有成功 所以 我們當初為了避免任何的錯誤 所以我們就還是盡量推薦大家都照著官方給的那個 走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這個道理 晚安 那就從夜神的瀏覽器點例子的下載連結 會自己跳去貝雷號 那你等我一下 我先去搜尋 先去 一般網頁 一般瀏覽器 為什麼一般瀏覽器 黃國紀元AKB48 我這次也沒搞懂 新手機造那個瀏覽器 還是不行 最後還是用了瀏覽器 那很好 我馬上投入了瀏覽器的這個懷抱 欸不對喔 這是什麼 模擬器的懷抱 蛤 我怎麼用 嗯 等一下喔 內容在哪裡 欸 更多內容 蛤 出來 好有了 有喔 有喔 看一下有喔 不好意思 我大概會花一個蠻長一段時間 在搞定這個 李嘉莉的王國紀元 來告訴大家 我真的是被他弄 這個王國紀元弄的一個頭兩個大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 現在再下載了 共365MB 好我來了 早知道就快點頭分Android的懷抱 但是跟上次的限制不一樣嗎 我稍微看了一下玩法好像差不多啊 嗯 嗯 我不知道 我的哥哥姊姊有沒有玩過 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要問嗎 請請問 請問你們有玩過王國紀元嗎 同一個IP也不行 太 太 太 我只能說太會找了吧 我只能說太會找了吧 就是 太會抓了吧 如果同一個IP就不行 這次抓很嚴 喔 嗯 欸 那如果用那個勒 剛剛小安說的用手機 然後分享了WiFi給另外一隻 設備的話 但我的手機 我有玩過王國紀元啊 那他的分享的WiFi 也算是同一個IP嗎 哈囉 晚安 掛VPN也不行嗎 他們現在好像是說掛VPN會有一點問題 同一個IP 我會被踢 喔 感謝我去年用了英國的IP 確實 是欸 喔 手機IP是浮動 那所以如果平常下載的時候 就上一次下載的時候再加 然後下一次就應該要跑去捷運站 然後分享給另外一隻手機 手機IP不是固定的 欸那這樣要怎麼抓到那種鍵盤鞋啊 就是如果是用手機的話 他在哪裡都抓不到不是嗎 就是他如果嘴巴很臭 然後在網路上人身攻擊的話 怎麼用IP抓人 這個帳戶作為你之後 什麼東西 我來問幾個 啊 他現在是跟 才是跟迅龍高手聯名嗎 沒有 我覺得這可以 他是跟迅龍高手聯名 好可愛 我還要認真玩這個遊戲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啊 而且而且他是跟長大後的耶 就是迅龍高手其實前期 好 動畫一下喔 迅龍高手是三 欸是三集還是兩集啊 滾穿了黑龍 okok好熟悉的回 好熟悉的BGM喔 以前每天下午兩點都要起床聽 我不要看你的城堡 跳過 進攻 好跳過 這個我可能 可能會玩 可能吧 為榮耀而在 等一下 這隻是新的吧 更新的 笑一下 嗯 嗯 新的 新的 來了 獲得新卡牌 好喔 欸 我不想走完新手任務怎麼辦 哈囉 欸 我一定要走完新手任務嗎 我一定要走完新手任務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右上角跳過 喔 離開 可以直接離開 不用走完 沒辦法 那個要走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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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好像 認輸 喔我懂 有部分要 可以 對有部分是一定要跑的 訓練那些 唉 謝謝 好沒關係我就無腦按 無腦按 有一些右上角 好 我就離開了好幾次 確實 而且不是從右上角離開 好好好 然後 要直接等禮包對不對 直接開始等禮包 禮包的話 會從 用信件 新手傳送 好 不是這個 我知道 我要等一個AKB專屬禮包 第三個 第三個 帳號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帳號已綁定 我綁定什麼 喔 Google Play 它自動綁定喔 反正等著 好我休息一下 我先把音 我先把聲音關掉 對了 老闆曾記得離 立的組成 原點 周圍區塊被路人嚴重關心 又是又是又是路人了是吧 等一下你不早就玩過了 那你要加入竹竹還是莉莉 大家幫我回答 哈哈 我剛剛已經回答過囉 我 算是 這個 先搶先贏的 被搶進了 李嘉莉的聯盟 欸我沒有要綁定帳號 我是說 我沒有要綁定Google的 但是他還是先綁定了 我要加入小安 小安是哪邊 小安是李嘉莉的嗎 你是不是雙面間諜 等一下 馬上就有新的聯盟來教我囉 聯盟缺人喔 快來加入喔 被拉攏當軍師 其實我大家都蠻想加的 欸 為什麼黑流星剛剛問的是 李嘉莉跟原子卓的 怎麼不詢問我一下 要不要加入精靈女王的 精靈女王的我也很想加入啊 謝謝 謝謝李嘉莉 但是我跟妳說 您的這個 您的 您的 您的這個 我應該是他的什麼 他是盟主 我是他的 我是他的什麼 不是盟友 我是他的 他的 不是他的吉祥物 等一下 不是 不是 副手 不是 喔 身為這個 這個盟主的子民 我現在還卡在這個門外 我都還沒錄過 我都還沒 等一下喔 這什麼 不是 物品 物品抵達 喔 這個是 目前還沒有 喔 唷 歡迎來到王國紀元 恭喜您獲得 AKB TTP粉絲專屬禮包 祝您有玩愉快 我成功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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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功一半了 我成功一半了 嗯 嗯 我知道 下一個要先飛到李嘉莉那裡對不對 呃 讓我看看 我要用我這個 指定 新手傳送 是嗎 從新手傳送 在任一王國的空地點擊傳送之後 可將您的領地搬遷過去 好 新手傳送 那我要先那個 我要先去世界地圖 呃 請問我要叫什麼名字 請問我要叫什麼名字 請為自己取一個響亮的名字 李嘉莉叫什麼啊 哈哈哈哈 咬圓子卓有問我 可惜他就在 他就在李嘉莉問我的 後三十秒問我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他叫庫里奇喔 他叫庫里奇喔 嗯 嗯 嘖 來個小兩 呵呵 可愛萬歲 哈哈 他巴不得等我一沒照了 就燒了我 哈哈 哈哈哈哈 不行 SOBA SOBABA嗎 嗯 我叫SOBABA嗎 我叫 嗯 啊我知道 等一下可以取那麼多嗎 12個 那你等我一下喔 SOBABA 愛要怎麼打出來 不能打中文 SOBABA 嗯 等一下 我看一下這樣子多長 呃 不行太長 嗯 唉喔 唉 唉 哭 這樣中間不能空格欸 等一下喔 不行 那我只能打這個 我只能打SOBA SOBA SOBA 愛哭里是不是很廢啊 呵呵呵 口哈六 哭里七 SOBA 8 SOBA 喔可以耶 SOBA 愛哭里 可以可以 我用那個SOB SO8 我之前那個 SOBA 愛 然後我要打 SOBA 愛哭里 等一下 它的哭是小的 還大的 它的 它的 叫把布 哈哈 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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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它的 它的哭里七是小的 對 它哭里七 那我就打小的 哭里 七 中間有空格嗎 SOBABABA系列 SOBABA 巴哭里 SOBABA哭里 栗子 人來了 我跟你說 李嘉莉我現在正在努力想一個響亮的名字 SOBABA 愛哭里七 怎麼樣 很棒 好就這個 我點下去囉 好響亮好中二的名字 然後我要到 好好好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神語者特別的喜歡跟我講話 所以 我找一下 剛剛有給我一個位子 1 1什麼88 你等我一下喔 李嘉莉我現在 還沒有辦法招呼盟主 你稍等我一下 你的子民 很努力 等一下 hold in給我的 是誰的 1288 101 301是嗎 12 1288 10 101 30 1 前往 看一下喔 庫里 好了好了 但是他周邊 要怎麼樣不在他周邊 我看看 盟主一來馬上游起來 我的位子讓給老闆 不用不用 要嗎 北原在哪裡啊 看一下喔 喔我看到了 庫里下面是不是 不行啦 在那裡不是會被打嗎 我可以搬去絕哥家 然後加栗子萌 那我肯定是會被打死的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北原在拉瑞姐姐附近 你說 請問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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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里婆婆 &Monkey Barian J 哪一個是 哪一個是那個啊 哪一個是拉瑞姐姐啊 例子下面 拉瑞姐旁邊 Pan是拉瑞什麼 喔 這就是拉瑞 你講的多一個 我講的多一個 第一 我講的第一個 Pan Pan 對啊 在李嘉莉旁邊超微的啦 有沒有推薦來個什麼位子啊 李嘉莉你推薦我講在哪裡 有一個什麼 等一下李嘉莉剛剛什麼 有一個 有一個睡拉瑞 我住上面搬到資源 點 然後附近離開 離開 戰火 大家會保護我們 好 好 那我看一下 那我往你附近是嗎 你在哪 小安 喔我看到了 小安 16等的那個是不是 是 我冰塔住 暫時不能飛 旁邊啊 真愛這麼受不起考驗嗎 我 我可能沒有李嘉莉這麼嗜血 哈哈 你這樣 喔那是上安喔 我看一下喔 小安在哪裡 抱歉 很明顯 我跟小安 並不是真愛 哈哈 來來來來來 我來看看 小安在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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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 哈哈 呃 呃 呃 哈哈 307 307 12 喔 1288 122 306 1288 122 我這樣子這麼 哇很遠欸 很遠欸 這個 不是啊 它很遠欸 對啊 這樣太偏 不要加入粉絲團 你幹嘛浪費 對我才 那我不要 我好啦好啦 我住李嘉莉下面 但是 要等北緣把那個 要等北緣把冰 101297很不錯啊 被山崩水好 他他真的 欸等一下 我可以問一下YEA是誰嗎 為什麼下面有人叫TimTP 然後加入的不是李嘉莉的萌啊 欸 欸 不好意思 那個 可以再一次 我可能 要再一次那個 什麼 我要 我要 我要再一次 給我一個地標 哈哈哈 沒關係 沒關係 我不要不要叫婆婆搬走 不要 不要影響到 本來 就在那邊 的人 1288 101 301 1288 101 301 101 301 101 一年一班 然後三年一班 好 他那個是 喔他那個是沒辦法加入的帳號 你說TimTP那個嗎 喔 你說POPO那個嗎 欸 有人走了耶 誰 在數學課本旁邊的人 剛剛瞬間傳送走了 附近找個洞磚 你 發現我的頭髮好像有點布丁頭 你也 這樣就嫌布丁頭的話 你 未來兩個月要怎麼過啊 這樣不算布丁吧 有嗎 超一點點耶 超級一點點 不行我跟你說 你這樣子 太 這個 這個我沒有辦法 超級一點點啊 超級一點點啊 例子 對啊你家裡幹嘛 不要浪費 你是浪費陽光嗎 那我現在要去哪 我要等POPO的位置嗎 還是我要塞在數學課本旁邊 你看 我的鏡頭解釋 其實都太好了 真的沒有啊 這樣已經不算布丁了 我跟你說 我 我之前 因為就是你知道的染髮很貴 所以我之前有省錢 然後第一次飄完之後 我等了兩個月 那時候布丁超大一劫的 好我會等北人 因為北人 北人說他要浪 浪閒啊 他要把旁邊這個大層的位置 等一下 看起來POPO會贏喔 我等POPO 我等POPO 例子送了一個念作粉絲團的真情告白 他要浪順還是浪閒 來了來了 等我要喔 我馬上來喔 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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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 登登 在王國的地 有了有了有了 Sobar 艾庫里 然後我現在要加入對不對 謝謝POPO 感謝POPO 浪閒 我來了 我來了 我會盡力把我當初忘記的王國巨人撿回來 想說晚安 晚安 晚安 想說晚安 蛤 精靈來收成了 看來布丁頭要有一定的範圍 就是你要大範圍已經開始看到上面都已經變成了黑頭了 這樣才行 我 移民成功了 繼續等審核 那我先問一個 我是要 我直接點庫里 然後申請加入聯盟 然後要去填表單對不對 我先申請 好我已經申請了 然後我去去那個網站 按參加聯盟 好然後 等我喔 你們等我喔 填寫申請表 喔傻眼我剛剛就不用問你們那麼久了 裡面只有坐標 是否用活動URL 是 你已經申請入門了嗎 是 選擇聯盟名稱 欸而且我們上一次可以改聯盟名欸 但他們這次看得出來不行 FB記得吧 七七也在等聯盟 移動了移動了 呃我的 遊戲玩家名 等我一下喔 真是非常的繁雜 難怪當初 我記得很多人 用了兩三支都不行 就快瘋掉 在哪裡啊 設定 不好意思喔 我現在就是這 喔有了有了有了 等我 好那我現在就給我友情工商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AKB48 聽TV 那最近呢 我們跟一款手遊 叫做王國紀元聯盟啦 那有幾位我們的成員呢 現在成為了王國紀元的盟主 那我現在正在操作呢 要加入我們的成員 李嘉莉爾聯盟 你是不是也是手遊達人呢 或是從來沒有玩過手遊 想要享受一下跟呃 成員們一起在網路上 悠遊於手遊之中 跟成員們 呃 開心暢聊 手機遊戲 這是從來沒有的體驗 如果 如果你也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 成員在手機遊戲 遊玩的過程中 是不是 會有爆氣的問題 如果你也想要 一窺成員之間的個性的話 歡迎大家加入 玩國紀元跟AKB48TTB一起遊玩 那這次遊玩方法呢 有一點點的複雜 首先呢 你就是要先去特殊的網址下載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我再來好好的跟你們分享一下 太複雜了 總之呢就是你先去查AKB48TTB跟網國紀元 就是兩個關鍵字之後 你會出現第一個YouTube頻道 那是一個YouTube影片 是我們成員第一次在網國紀元聯名的時候的直播檔 那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下載怎麼玩這款遊戲 那下面就會有一個網址 點進去之後就可以選擇你喜歡的成員 那點進下載 接下來呢 就可以細讀一下下面的遊戲方法 對可以看一下李嘉莉 是 C浅 有什麼字 對 你的英文名字頭 exceptions C-C-H-A-L-I C-H-A-L-I 真的有那個I C-H-I-L-I C-H-I-A-L-I Charlie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是不是真愛的问题 这是英文很烂的问题 这个 这个是英文很烂的问题 C-H-A 可是为什么C-H-I-A要有那个I C-H-A-A-L-I C-H-A-L-I 哦 加 懂了 要有那个I-A-L-I C-H-I-A-L-I OK 好的 等一下 玩家名 我刚才叫什么 说 把 说 把 I 苦 苦 理 清 是吧 放玩笑 我刚刚是怎么打的 收把爱苦力气 好 没错 然后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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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网址 请问email可以用同一个吗 还是不行 Li Charlie Hey Charlie 他本人在 他本人在 那我用不一样的好了 我上次应该是 我上次应该没有填过吧 对 我上次应该没有填过吧 上一次的我好像不需要填 那我应该可以用我本来的网 email ok 谢谢您的申请 好了 好了 我弟就要申请了 我弟就要申请了 我来了 我填公司的啊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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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a Chu Nana 你看 Charlie也可以叫Charlie啊 Li Charlie Li Charlie Chia Chia Li Charlie 跟Li Charlie 那你的装置为什么没过 因为我的装置下载过 王国剧园啊 我的IP 就是我的手机下载过 王国剧园 可是 我的这些资料没有填过啊 对 李Charlie您好 他们好像是每天下午审核 希望看到你可以通融一点 而且这次没有规定一百人以内了 对不对 我刚看到他说 超过一百的话 会有第二个 会有第二个联盟 请问我在家用不同电脑安装 能进盟吗 刚刚听说是不行 刚刚好像说是不可以 但 对啊 分盟聊天室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对 因为满不了 没有可能满不了我跟你说 大家到后面超拼的 我们那时候玩到后来 很多人作用不止一支账号 但是很 为什么好像 哦对 但是这次条件好像 因为我刚才说 上一次很多人就玩过了 所以这一次大家就没有这么多装置可以用了 没错 看来妈妈手机该出动了 这次不能多开了 诶 那可以问一下大家 你妈妈的手机是不是也不要连家里网路 如果可以的话在外面下载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们这一次很严 他们这次是抓IP IP就是你的 原本在的位置 就是例如说你原本用的WiFi 跟你4G是从这个IP发的都不行 所以你尽量不要用家里的WiFi 然后4G的话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抓到这么严 可是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你在外面下载 两支不能用同一个WiFi 超级过分的 Wife 不能用同一个Wife 确实 4G照片 哦那可以那可以 那你就用4G 不要接WiFi哦 你要注意不要接WiFi 好严格 对啊 真的 诶其实我比较意外的是 真的抓得到诶 就是 但是 我原本以为他就是说说而已 但是 他怎么会抓得这么严啊 嗯 不要再 邀请我加入萌了 我 坐在这里还不明显吗 下载时不能之后就没差 WiFi怎么变Wife 哈哈哈 我要找好多WiFi 来 RoyK的三支 是开到第三支才成功 那它是用同一个手机吗 第三支 它那是系统 哦 懂了 就是不是人家按申请的 大概因为上次太多分身了 这次 可是 嗯 嗯 该怎么说呢 好吧 如果它的意义上来说是希望 接触更多人玩的话 这样是对的 但是 就是很多人开 开心的帐号 其实 多数会一直去开心帐号 都是逮捞玩家 就是它不会 就是它会两支都顾着 它们 我们之前也没有太多垃圾帐号吧 就是对 对游戏方来说 没有很多 只是进去玩到一个等级 就丢掉的 联盟 不是不是不是联盟 城堡 很多吗 真的吗 那我们这边 好像 哦 来聊天的 好吧 就是超多人被剃掉 好吧不少 好好好好 那那我就不能说什么了 可恶啊 我现在整个聊天室都是English 哦 我要跟李嘉莉分享 你们知道我们之前English 发生什么事情吗 就是我们之前有那个 世界大战的时候 去烧人家最大的萌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玩得超开心的 就是 我们五个萌 一起去杀 一起去杀世界 就是我们这个王国里面 最强的几个萌 五萌的利息 可恶呢 联盟被烧爆了 新甲利息哦 每个都在用英文抢推 那是我们最疯狂的夜晚 就是 他们 因为我们应该 我忘记我们是烧最大的那个 反正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萌 一直 本来就是会欺负小萌嘛 然后我们这种一窝蜂都在一起的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远很大的目标 一看就是可以纵火 的那种 然后 他们一直过来提款 就是一直来烧我们的人 就是毕竟我们很多一开始 就是 还是有人会忘记开盾 然后到后面盾 其实也都有一点 不够了这样 然后反正我们最后就是决定 要五个萌一起出去打 就是反正最后一天的 大家的资金都没有关系了 就拿出去烧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去打了 一直打我们的那个萌 然后其他小萌看到我们就说 哇太帅了吧 哇在干嘛 哇 然后他们就是有点像在看戏这样子 然后被我们打的那个大萌就是 有好像我记得他们有在公开评挑衅 但是就是我记得很好笑 对 连他们的小分萌都烧了 李嘉莉又被烧了 没有啊 他现在有开盾啊 对啊 他们在旁边化修 诶 真的哦 他刚好烧起来了吗 所以我没注意到 我发现用电脑看那个 就是他那个保护层 看起来很像火在烧 第一次被烧的时候 他们对他们在世界品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 前面为了排名远很久 最后解放大家都疯了 上次直播才被烧 好 唐唐门说想看桃桃栗子 没有上一次有人跟我讲说 李嘉莉一直喊着想烧其他萌 诶 诶但我跟你说 除了外面的这个 除了外面的纷纷扰扰 就是有外面 你们现在这个王国有强的萌吗 有大萌吗 因为又是新的王国对不对 然后不止如此呢 也会有几个欠奏的 第一经验在不在 出来编 反正就是也会有几个欠奏的人来打 你千万不可以被激怒 我们不可以 就是我们不可以轻易的被 这几个小屁孩给激怒了 不可以动怒知道吗 稍早八点左右 他忘了开盾 拉瑞还特地发言想看桃桃栗子 这次是三国鼎丽啊 那这次就没有 就其他的都还好咯 对吧 我来 我来 看看他附近有没有什么 哦 哈啰 有四集的怪 诶 他这边支援偏少诶 东西有点少 用滑鼠好难 好难移哦 都是小萌啦 可是他已经 翻桌好几次了 这次不是有公敌吗 要找强的要去大旗关找 实力不高 但是他们那加成有点扯 这次都在边垂地带 因为这 诶我忘记我们上一次是我们自己随便用的还是 他们看起来这次的位置跟名字是被设定好的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有申请说 想要叫什么 就是我们的那个联盟 不是叫手把 八吗 上次在旗关旁边 就是更远了 武蒙联合2.0 我很期待 我跟你说这一定 之后一定会有 他们玩完一个月一定会疯掉 他们玩完一个月一定会很想烧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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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账号在大蒙 哦 红素随时会造反是不是 哈 精灵女王都被已经打起来了 糖火 糖火 炒栗子 糖炒栗子 好吃 但我不太会剥糖炒栗子 所以我才闪那么远 其实没有很远 哈哈哈哈哈哈 诶但我很好奇 我很好奇 因为李嘉丽 我记得她说她不太擅长玩手游 你们觉得她现在怎么样 还不错吧 她现在很努力吧 哈哈哈哈 身为一介盟主 为了不被烧 二十等了耶 冲超快的吧 一个礼拜 她就想打人 她的开关 她的开关打开了 哈哈哈 身负确实 哈哈哈 身负欲很重 我看到了 她已经二十等了 晚上好 她感觉已经想开烧了 觉得那边好烧 真的假的 是人家去打高音爵吗 我以为 会是原子族一直喊着要打人 看来我对她的了解还不够深 晚安 她那天逼大家 她没升到十七点都不用 十七等都不用睡 要不然她很帮助 嗯 我想到了 我应该要用手机了 嗯 等一下哦 我要绑定 嗯 大家等我一下哦 我要把它绑定在那个 那个那个 只能绑FB是不是 诶 等等等 等等 哦 我知道了 没有进到联盟之前 是不是 好 那我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怎么绑 啊 我先不绑 是点FB吗 先过再绑装置 好吧 好哦 那我就只能先过再绑装置了 sorry啊 竹竹这边人太少哦 目前还没有站起来 没事啊 等 等盟主吧 人都集齐了 我是觉得 他应该也是个嗜血的盟主 哈哈哈 但是我有很多个FB 没有我先没有绑 我等明天吧 因为如果明天下午有 他们 他们过神过得快吗 我刚刚有人说七已经放弃了 为什么 课金的话 要看一下他现在有什么啊 我来看一下他现在的活动 诶 还是有那个啊 玫瑰骑士 希望这世界没有战争 角色还是差不多诶 上次圆子卓有问我说 要怎么得到小红帽 我 现在小红帽的关卡还有吗 还是只能靠买的 诶 有诶 诶 围巾罗盘 得不到梅牙 得不到梅牙 我什么要买 玫瑰直接课 对啊 我推荐他玫瑰直接课 小红帽刚过期 刚结束了 那我叫他要打完 就我跟他说 我不知道那个 期间限定的那个活动 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有没有 然后当然我叫他们现在赶快 就是如果有的话 就要打 然后如果 经纪人跟雨晴说 要加入云爵盟可以 但得重新开始玩 对啊 对啊 就是 之前的账号不能用啊 呃 之前的手机也不能用 对啊 一年没听到了 没有啊好像还买完一年的样子 我上一次有课 买了 玫瑰 然后可是我没有买那个小恶魔 我看到原子厨好像买了 因为小恶魔好 但是好像也没有到顶 我那时候就没有买 而且我们那时候 算是有用不完的 虽然说号称是有用不完的宝石 可是 水晶啊 有用不完的水晶 可是我 好像还是用完了 我印象中 最后还是挺缺的 招翔别的盟主 他好像是一直等都没有过 哦 他已经晚几天了 还磕金了 真的是磕得太早了 像我 哦对 popo刚刚的账号 对不对 刚结束光煞超可爱的 所以现在是有 有那个的活动吗 迅龙的活动 哦我现在什么都没开 看不到活动 就是我现在 区域什么都没开 看不到活动 是吗 好 对 看不到 啊啊 不要 好烦 好对不起 我手 手键点了一下 想说要开那个区域 现在他逼迫我 进行手任务 好了好了好了 离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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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离开了我就打赢了 哈哈哈哈 好棒哦 他一定是被我的魅力给存服了吧 哎 为什么还是没有活动区 好 算了随便 没关系 我等着只有那个我在看 嗯 先慢慢开始玩 入梦在客厅 念大人 慢慢玩 再来一次水晶之地吧 迅龙的活动 哦有两个月 有厨子还加入失败 一定是志气的那种 上一次也很多啊 哎 上一次我记得我们 上一次联名的时候 就已经有出现这个状况 不是啊 他其实按下去的瞬间 就决定结果 所以直接可以跳走 谢谢好好的天使银河 哦 谢谢欧诺拉 欧诺拉刚刚就不是说 我今天颜色很好看 他今天是一个奶茶 奶茶灰的颜色 可能城堡一定等级啊 man老板 嗨你好我是man老板 好了那我先关掉 等我确定加入之后 我再认真的来看看 我要做点什么 可金之类的 还累太好了 谢谢这个模拟器 模拟器威武啊 果然还是要靠模拟器 Andra真是抓太凶了 其实加入是不是可以申请退款 哎对耶 现在好像可以申请退款 几天之内的话 等明天看看 说真的已经退坑很久了 看到还是很怀念 你说看到我吗 哈哈哈哈 还是说看到网国纪元 如果是退坑我 然后这边看到我 还是很怀念的话 欢迎回来 如果是网国纪元 看到我还是很怀念的话 欢迎创新的帐号 加入李嘉宜的联盟 怎么样 手机不行 我也要用模拟器了 我想看面跟栗子结盟 我现在没有办法结盟 我现在只能当一般的那个子民 我现在就是不是盟主 我已经卸下盟主身份很久了 吓人的发言 对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无经不克 哇差不多30亿 玩到差不多 你说兵力吗 那个战力 那你快点回来玩啊 超强的耶 要不要 要不要回来玩 有没有想怀念一下 从零开始 然后你越来越强 就可以来念菜 怎么样 想不想回来玩 玩国纪元哦 现在玩的话 就是刚好我们这个月有活动 你就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你知道 常常一个游戏玩太久 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联盟的人 会就是 久了以后一定很多人退坑 退坑了之后 你的联盟就会不乐落 然后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人一起玩了 但是我跟你确定的是 这一个月大家会非常非常努力哦 你会感受到很多人跟你有 一样的热情 怎么样 想不想玩呢 我要拿大毛招就烧人了 七十几天才能移入 我知道你现在30亿那一只不能啊 我是说你可以 创新 你可以玩新帐号啊 对不对 你这样子有这么多的经验 可以教授一下啊 你看你都已经玩到30亿了 你现在就是 你这个全新的里程碑 就是应该要收一些徒弟 你看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做师傅耶 凯师傅耶 凯师傅 你现在就是要广收徒弟啊 你要让大家 他沉浮于你的十六群 不是 沉浮于你的这个 门派之下 然后让大家就是 吸取你的经验 然后让大家知道 你是一个多厉害的人 然后带领着大家一起跟着李莉莉 往前走 怎么样 师傅 就决定是你了 师傅请带大家飞 这 诶 你在那边什么 你说什么 什么形容词 后期玩法跟前期的基本没有关系 确实 哇 玩到T5 我们那时候也是 诶 我有升到T5 我有升了一批T5 但是 很 外交留言有给我的信息 我关游戏的说 因为我一直听到他那个声音 我没有关掉 嗯 好 我来看看 什么 什么讯息 没有 我只有T3 嗯 sorry 我没有叫T恤吗 连T恤都没有吗 我只有T3而已 嗯 好吧 那我 嗯 我扭力了 我 我已经 我已经尽力了 我尽力了 各位 内政任务 登登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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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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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 我要怎么看 哦 我要出来 典里莉莉 哇哦 典里莉莉 啊 我不想知道魔物 哇 哭哩 然後 按 玩家檔案 诶 他有那只胖胖诶 就是那只很强的胖胖 外交讯息 谢谢 谢谢各位 蔡 蔡 等一下 怎么会有盟主本人在外交留言自己留言 T4还要刻三颗 不除值T4就要四扭 我是TP的啦抱歉 我有TP可能没有T4 诶 好酷哦 JOIN 什么 诶太过分了吧 太欠揍了 这种直接来外交留言上面写说欢迎加入他的联盟的 而且还用这么大的字 这不明显吗 就是表现 你那种字为什么那么大 因为这就很明显你是一个自大的人 自大的盟主 是不会有人想要跟随你的 你在那边造人家的盟傻野 你看看你 哼 T4不难 主要是盟里的猎物要够 对啊 好字大 这很明显是真的很大 这个 这个太大 诶 为什么可以打那么大的字啊 是真的很酷诶 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这样啊 哦 我看到其他的人来咯 请精灵女王给我黄金 不意外就是 哦 有人是看直播来的耶 好酷哦 求收留 真的 真的有人看那个耶 真的有人是看直播进来的耶 自大片顺美 哦 他是用拼音口 这个厉害 不到夜郎已经够自大 对 而且 诶 我是用什么 我用夜神啊 就没有夜郎的部分 好自大 好废哦 这个烂梗 他有这么多人可以回应我 好的 就是欢迎大家 如果想玩的话也可以来玩一下 我觉得呢 怎么说 王国纪元他其实 在活动期间的话 应该算是蛮有趣的 你就算不是很上场 玩手游的话 我觉得跟大家聊天 你也会觉得 想要为了这个游戏尽一份力 觉得有归属感 然后 如果是真的喜欢我们成员的话 那我觉得 王国纪元游玩的时间 还蛮 适合 让你更 跟他有一个羁绊 因为一起为同一件事情努力 平常是不太有这个机会的 就是 对 而且这个游戏其实最重要就是 初期 虽然要用农的 农 农就是 你必须一直累积你的战力 你 就是 但至少你一直有事做 这样子 那如果你很嗜血的话 其实 那是后期的事情 如果你前期就真的 嗯 就是想试试看这种战争游戏的话 我是觉得还蛮推荐的 而且 王国玩的人很多 就是 先撇除我们活动的这些人潮 本来在玩这个游戏的人 就很多 所以 如果真的想交朋友的话 或是你觉得你EQ很好的 哈哈哈 如果你觉得你的情商很高 EQ很好 不容易动气 你可以试试 前面收很快哦 当然啊 前面要有那个啊 前面要有足够的 吸引人的程度 当初退坑就是因为手机没电 充电大概30分钟就快被解放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玩战争游戏需要EQ很好 是真的 那时候被打到觉得 这世间 问世间情为恒度 呃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叫人以拳头相许 气到想要把全世界都烧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前面跟飞的一样 后面就飞很慢哦 没错 我玩战争游戏 这一个月里 EQ提升了很多 我都告诉大家 把新品契合 我们不可以被任何盟给激怒 我们要 love and peace 哦 你说KB?KB2是那个吗? 是卢卡吗? 盟主几乎随时在线上 最爱烧的就你 哎哟 我那时候明明很love and peace 哈哈哈 新品气哦 对 克个礼包 克个礼包 我们最后一天再打回去 最后一天啦 我前面 都跟大家 我前面都跟大家讲说 你们就忍忍 你们就再忍忍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打回去了 哈哈哈 觉得这边阿杰在的时间 还比你觉得 你觉得 林杰本 林杰本身 王阳斯就是一个很麻吉妹的人 哈哈哈 是吧 多听听love修行 用love来修行 确实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love修行了 看起来我就是修行不够 不够修身养性 好好哦 林一云开始发新加坡的照片了 一点 哎刚刚是不是勇哥有来问我 我 勇哥还在吗 勇哥是不是问我说 有没有请林一云买小CK 哈哈哈 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就告诉你 哎呦 我跟你说 我原本有请林一云买小CK 然后我挑了几个款 可是你知道小CK今年年初 就是因为今年是兔年嘛 然后他今年有跟Rootopia联名 就是跟动物方程式联名 然后出了好几款是Judy 就是兔子形状的包包 啊 结果 现在好像在新加坡都没有货了 因为一月到现在也已经四个多月了 小CK其实算是蛮长出新款的包 所以就没有 就没有买到 然后我那时候还挑了几个 比较春夏的彩色款的小CK 希望他帮我找 可是他说 可能新加坡当地的款都是新的 然后我现在查到的官网 可能都是 可能其他代理商之类 或是 因为小CK在各个地方都还蛮红 我那时候是有看一下中国那边在流行什么包款 然后他说那可能就新加坡已经没有了 因为他有拍现在小CK的庄柜上有什么 就是都 都不可爱 我想要一点春夏款的 然后 都有一点成熟吧 所以我最后就什么都没买 就是新加坡我也不知道 应该要叫他带什么回来才对 你觉得我应该 请问勇哥推荐从新加坡带什么伴伴 我跟他说可以拔一头鱼尾丝给我吗 他说不行 废话 你新加坡人 你当然从他那个走路的限度就知道了呀 你可是在地的呢 在地的 教他带肉骨茶包 我可以吃统一的肉骨茶 我觉得统一肉骨茶很好吃 主要是因为来一刻真的不符合我的胃口 但是来一刻的话 我也觉得肉骨茶比海鲜的好吃 不一样好吗 我之前有吃过那个 是师大吗 师大夜市 是捷运的限动 就是 就是那个 之前 师大夜市有一家 好像叫 也是肉骨茶什么的 然后有被新闻报导过 我有去吃 我觉得很香 就是真的肉骨茶很香 可是我不知道他跟新加坡当地的味道 有多大的差别 結果他带李大 李大人是在新加坡吗 为什么 我不知道耶 我来找一下 但我记得是在师大 那个 所以师大不是有一个商圈吗 师大的 肉骨茶 宝 宝宝 是这样吗 对对对 诶 诶 诶 他是 他是马来西亚肉骨茶诶 马来西亚的味道 是不是又跟新加坡不一样 肉骨茶不是新加坡的是吗 肉骨茶到底是哪边的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有 啊 可 建议团众美食社 比较不同店家的肉骨茶吗 肉骨茶在台湾 台湾又没有非常多肉骨茶的店家 我今天就跟他说可惜我不能送食物 不然我会送你们雅昆的 嘎椰酱 嘎 咖喱加椰奶吗 还是椰汁 就是会有椰香 之前去马来西亚吃过 我觉得有点太清淡 我其实不太记得 我不太记得斯大那个的味道 但我记得我觉得蛮好吃的 因为他的汤底是有那个金针菇跟一点点汤的 呃 虽然他跟卤味的味道有点 就是差的有点多 但他的食用方法跟食用感觉 其实有点像那个 那种汤的卤味 我表弟从新加坡带回来的 包胡椒味很重 社团社现在还没出现吃的 直接故意的 诶吃的很难吧 吃的也要做 我们之前那个啊 放下偶包不是有做过评比小笼包吗 吃的评比要有趣很难 毕竟社团课是主打 有趣的社团课 哦到现在还没有 在IG分享这个 流行乐社 我是不是应该要去 我应该要来分享一下 该来甜点社团课了 甜点社团是我们首座吗 会不会出现那个 就是厨房爆掉的问题 都过了要 应该来分享一下 然后我记得还有富邦 富邦angels那边的影片 你们有看过吗 你们有看过那个富邦angels那边的吗 就是我们那一天去 富邦的赛后表演的时候 有看上集 对还有下集呢 有看了看了 说还有下集 诶我其实很紧张诶 因为我第一次 就是我们第一次算是这样受访 其实也算是采访 就是那一天 那一天我们不是还聊了蛮多的吗 我就觉得好紧张哦 不知道会不会乱讲话 哈哈哈哈 甜点要扎掉应该很难 哪有 欸甜点不是也要烘焙之类的吗 那种东西就很容易爆掉啊 谢谢 我我我我 我虽然很紧张 但我希望我有好好表现 但我跟你们说 我膀胱憋不住珍珠奶茶的这个 洗礼了我想去上厕所 我看一下我有什么朋友可以来帮忙带位 一定是你了吧 鱼 鱼 你有出现过吗 啊李嘉莉可以 欸李嘉莉还在 李嘉莉这么乖 啊看不到珍珠奶茶 好吧 那鱼你做好哦 鱼你做好 好 好嘞 接下来是李嘉莉的直播时间 哈哈 等等等等 我和你 你有什么道理 我们都是对方的视频 全世界我最懂你 只属你妈而已 你一伤心 就会伤到我的心 你快乐 我陪你笑到不行 快乐相信你决定 我的决定就是要跟你一起 我当你空气 你就是空气 我随时需要你 没你怀直气 我 我要对你闪闪呼吸 我当你空气 你就是空气 我不是需要你 没你怀直气 我 我要对你闪闪呼吸 我当你空气 我当你空气 你就是空气 我不是需要你 那李嘉莉进行到什么话题了 渣男李嘉莉我觉得不行 李嘉莉的形象 蛮渣蛮渣 他应该是属于 算渣的吧 也太快了 当然了吗 我已经上厕所不算快的 听说隔壁台 听说隔壁台上厕所还是非常的迅速 潘姿宇那一台 之前潘姿宇都在跟我炫耀他上厕所多快 这算爆料吗 例子最近的造型很好看 也不能改变他是渣男的事实啊 讲出只爱你 这确实 李嘉莉爱的一直都挺多人 你们看看他跟谁主过CP 你就知道了 有这么多人 全团有半数以上都被他说过 爱你 是不是 哪有 相较之下我专情很多好吗 你看 有跟我组过CP 有CP名的也才几个 没有失手 没错了 没错了今天是连生群 今天是连生群 我突然想到了 我这次直播应该是要讲台中去了哪里 是不是 快忘了 没有啊我没有渣 确实我也跟你差不多专情 四个 你四五个 六个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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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哥 奇奇怪 平常有在营业的 对不对 奇奇怪怪怪 本丸 乔内面 会心草面 我有在努力营业的就这几个了吧 一直掰 拜拜 萌组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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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家 我的手里 快快 亲回去 亲回去 恭喜李莉莉莉获得了鱼青 偶偶有抄马面 你们知道最近那个吗 不良执念 你们看了吗 我还没看 但我有打算要看的 等我不忙一点 我一次把前面补完 就是 最近呢 有一部台剧 叫做 不良执念青厨师 那这部呢 现在其实已经 有在爱奇艺上面播出了 那 我看看喔 现在是 第 第八集 已经到第八集了 对 然后 里面有很多 比较 当红的演员 像是 曾静华 我其实不知道 那个字 你们念华吗 我查一下 一个马再一个华 那个字念华吗 对好 曾静华 没错 曾静华 曾静华好像演过蛮多 最近演过蛮多剧的 就是 像是最近 女主角 不不不不不不不 男主角的常客 呵呵呵 然后 女主角是 宋云化 然后 也有 杨锦华 摇唇咬 哦 范绍勋 范绍勋大家认识了吧 范绍勋 嘿佳佳 忠心灵 震人硕 季琴 最能唱 张萱瑞 侯燕熙 瑪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马维玲 而且马维玲 其实我原本以为 橱窗娃娃戏份不算多 但是其实 目前看起来 会对她蛮有记忆点的 就是如果你把不良直念看完的话 所以 然后今天好像他们也有一些 记者会之类的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喜欢 马维玲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去爱奇艺看 富良直念青厨师 而且这部作品的主轴还蛮特别的 就是有一点奇幻 然后我如果只看介绍的话 我会蛮想看的 但是因为我还没有看 所以等我看完之后 我再来分享我的想法 它是有点悬疑的 就是有点悬疑跟奇幻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 等出完再看 看完了 那明月推荐吗 可以很主观的 就是可以很主观的 我们这里把它就是 有包有扁 就是如果我觉得难看的话 我也会真的说难看 明月大推哦 还没出完 共12集 应该会因为黑家家老师 入坑就是了 所以凯师傅你有在看吗 很搞笑 我现在不敢换 我没完结的东西 例如Tintp吗 确实 为什么不敢看没完结的东西 但我妈也是 她不喜欢看没完结的东西 她都喜欢完结的在看 就是她觉得中间可能会烂尾之类的 搞笑感人都有 对啊 为什么 你看 你追了一个没有完结的 所以很棒啊 那你为什么要拍一个有完结的 哦不不不 拍一个没完结的 我妈都只看完结 呃 那也算是 有时有钟 有时有钟啊 有时有钟啊 哦 我推的慢后 我推的慢后完结了吗 有可能 哪有可能 我推 啊 如果你推的是 如果你推的是 那一个的话 确实完结了 第一集就 第一集就完结了 哦 啊 确实确实 Tim TP这部的话 你目前还是演员 你正在出演中 只是无常出演 是要找完结好的 好啦 反正就是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啊我有空的话 会把它补起来 然后 还有什么 我最近还有在看什么吗 嗯 嗯 没有 好 那我要讲一下台中 好 我看一下 我 哎呦 台中 台中 重点 茶六 烧瓶子 面本出 鲑鱼 泡戏 台中一中甜甜圈 零酒店 逢甲夜市 南 诶 对 逢甲夜市 成绩幸春 講完了 谢谢各位 没错 哈哈哈 你们的角色就是 多打工支持这部 继续演下去 还要付钱出演 哪有 你们明明有那个 你们明明有仇啊 你们有获得很多开心啊 对吧 是不是出演这部戏很开心吧 有啊 我要去逢甲 哈哈哈 没有照片 因为 我们去的时候是假日 省计新春都是市集 都是摊反 然后 我去的时间又特别的 中午 所以很热很烫 我有一点无暇拍照 真的假的 乌玛比较惊艳 我身边的台中人都跟我讲说 茶溜比较好吃 但是 有啦 我下一次的目标 我下一次的目标 是那个 安达的肉屋 诶 虽然说 没有照片的部分 但是有一个复刻的东西 可是很多 如果没有找路坑的话 可能不会特别去点 就是我之前有在省计新春 拍过一个废片 然后我这次复刻一下 那就是废片 真的废片 乌玛就海鲜粥本体吧 我不吃粥诶 但我没吃过乌玛 只是听人家讲说 就是 只听人家讲说 茶溜好吃一点 诶 对 麦当劳 他就说 很废很废的片 几秒 三秒吧 三到五秒 对 我拍了那个东西 其他都没有 所以 我那天很认真的 是在逛街 我那天很认真的 在逛 就是 市集 诶 我的麦当劳 送了几年了 从 看见夕阳了吗 看到现在 几年 三年多 三年多 诶 对 不必要那种 诶 凯师傅 我觉得你非常有资质 成为酱油 你有没有兴趣 你怎么知道 听到麦当劳 欢乐送 你怎么就知道是FBI 没有 没有复刻双马尾 台中乌玛走进去 我以为走到饭店 我跟你说 没有没有没有 不只乌玛 台中好多餐厅走进去 都像走到一个神奇的宫廷 我记得之前我看网络上有一个 台中有一家火锅店 然后走进去之后 就是会有那种烟雾弥漫 然后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 什么东西 忘记了 然后反正就是很像香槟在喷那样 然后听说台中的每一间店 规模都要够大 啊 啊 大福那家收了 我还没去呢 我还没去呢 我之前有被IG推送到 但我这次就没有排进去 但是听说很厉害 对台中风格都很大气 然后我们那天搭车的时候 遇到一个司机 他们就推荐说 就是台中有一家叫清景泽的小火锅 然后他说价格蛮便宜的 可是是很厉害的奢华的那种 设计 那个叫什么 很奢华的 环境 摆设 装潢 对对对对 装潢 是很奢华的装潢 这样 诶我不知道台北有没有清景泽 台北是不是也有清景泽啊 但是诶诶 我跟你们说 我之前从来 诶我到底是压的 啊我腰的电线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个 蒜奶叶 就是以前 然后上一次跟成员一起去吃之后 我才发现 蒜奶叶也是蛮 也算蛮好吃的 诶但是就是 因为是吃到饱 所以我 我吃火锅 已经 算是没那么赔钱了 但是还是 吃的很努力了 台南有清景泽 这时候要高端下 对高高大上 我们简称高大上 高端大器上挡处啊 我刚查台北没有清景泽 所以台北真的没有是吗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清景泽有什么特别的 人家 只是那个司机跟我讲说 很很 华丽而已 这样 然后他说价格不高 然后希望我们有空可以去看看 哦 那家店那哪一家 是说大佛的那一家 还是说那个 还是说清景泽 竹尖有啊 台北有竹尖啊 我觉得台北有 但是竹尖不是走装潢派的吧 它是汤底好吃 因为我喜欢那个 石头火锅会先爆炒 很香 清景泽吧 清景泽比较暗 文心那一间装潢的部分吸引人 竹尖也能 对啊竹尖太多了 诶 对我之前是吃鸡笼的竹尖 而且一开始竹尖真的很好吃 我后来就 我没有在台北吃过竹尖 台北竹尖不知道 是什么感觉 蛮 哦公园吗 公园眼科吗 最近不太爱去竹尖 占价 而且地板都油油的 那要看哪一家吧 但我记得竹尖有占过价 占过价之后 我好像也没去过 我上一次去是 我最后一次去竹尖是 是TP1时期 我跟其中一个姐姐一起去吃的 嗯 TP1时期 最后一次吃 在台 在基隆 嗯 没有啊 五年 五年多 也没有很久吧 五年 但我记得五年前左右 就已经 就已经那个了耶 就已经张价了 台北好像 大家没有这么热衷吃竹尖吧 我们成员 之前有去竹尖吃过吗 哦 对耶 没有没有没有 虽然说去店里吃是五年前 可是我前阵子 就是 疫情后 不是大家都在UberE UberE现在也有外送组间 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叫到 就是有叫到那种外送的组间 嗯 我觉得吃起来没有不好吃 但是因为不是在现场 所以好像不能比 但最后一次叫 吃竹尖应该是在家里吃的 这样 上次直播外送也是竹尖的盒子 哦 对 那个就是 诶 那个应该就是上一次 就是我们家会把 那个盒子留下来 就是不会让它沾到油 会用自己的碗 之类的 去装 火锅 不会用它附的碗 所以上一次那个植碗 应该就是 外带竹尖的那一次的 植碗 哈哈 嘿对耶 那就不是五年前了 那个是 在家里吃的 可是我最后一次去店里吃 是五年前 我是蛮喜欢竹尖的啦 因为它的肉 没错 再利用的概念 我还以为你们没看到 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发现 然后特别把它往内转 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发现 然后特别把它往内转 珍珠快是硬 五年前就是手机点餐吗 不是 五年前就是一般的 服务员来的点餐制度 哦 那我要讲 台中的第一天是零酒店 然后 我下午就是去吃了 烧瓶子 然后烧瓶子的话 推荐的味道就是 你一定要试试看牛奶 因为烧瓶子的牛奶很像 真的牛奶 我猜它本来就是真的牛奶 只是我的意思是 有一些真的牛奶的量 会加也不够多 所以 喝起来就 没有那个 浓郁的感觉 但是烧瓶子的牛奶 锅的牛奶很香 然后包含 加汤也是牛奶底 所以推荐大家 其中一个可以选牛奶 哦 星夜 嗯 我平常不爱吃生鱼片 但我爱吃寿司 这样可能称不上 算喜欢日料 因为 我 没那么热爱吃生鱼片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肠胃不好 然后家 我觉得我很多 不爱吃 都是因为我小时候 没有尝试 那么多 就是我小时候胃不好 所以家里人 不会让我吃太多生鱼片 然后长大之后 我就觉得生鱼片 其实 吃起来没那么吸引我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 你们知道 很多人小时候 算命 会说不能吃牛吗 然后我身边就有很多人 是20岁以后才能吃牛 但是他们长大之后 在吃牛肉 就会觉得 没有好吃 可是其实从小到大 都吃正常的肉食的话 其实牛一直是一个 还不错的选择 当然我长大之后 就越来越发现 很多人爱羊肉 就是 热爱羊肉的人太多了 为什么 我之前跟同学一起去吃串烧 然后 是那种路边摊串烧这样子 路边摊串烧也会有一些羊肉 可是我不敢点 因为 我本身就不爱吃羊 但是路边摊羊肉 给我的印象中 都是很 很 骚 就是味道会很重 这样子 哦 对 可能我没吃过好吃的羊肉 但是他不好吃的羊肉我也不会想试啊 哈哈哈哈 对 羊肉有一种味道 嗯 好吧 反正就是这样子 注意好可怕 哈哈哈哈 嘿嘿嘿 蛮关心羚羊 我不吃羊 我不吃羊 我可以跟你成为好朋友 但是 我身旁的朋友可能不行 嘿嘿嘿 他们看到你的时候 可能会流口水 羊肉没处理好 就会味道很重 看来羚羊味道很重哦 小时候几个月都吃不到一次薯片 长大好疯狂 哦 你知道垃圾食物这件事情啊 本身它就是一个写在基因里的热爱 因为 这个健康食 呃 这叫什么 健康食品呢 一直都是有益身体健康 但是垃圾食品呢 一直都是有益心理健康 所以这个心灵本身就需要垃圾食品的滋论 我觉得这是写在基因里无法改变的事实 这世界上有多少人不爱吃薯片呢 我想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也是热爱垃圾食物的一员 哈哈哈哈 反映你打从基因里 没有是就喜爱垃圾 呃 请大家不要说喜欢我 哈哈哈哈 我有同学从出生前开始吃素 出生后 出生前开始吃素 是说 妈妈吗 结果长大吃到肉也会反胃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真的是一个习惯问题 习惯问题 嗯 请不要说喜欢我 哈哈哈哈 请不要 我 因为幼稚园煮得太难吃 至今无法吃地瓜糖跟烤地瓜 你看吧 真的啊 就是小时候的阴影超严重 小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为了让他讲到不要挑食 你小时候其实都要 我觉得 有一些真的是写在基因里的 例如说 你可能从来不知道香菜不好吃 但是吃下去之后 小朋友就是觉得不好吃 那这种东西就无可避免 可是 很多东西我觉得 你小时候要先让小朋友去尝试 就是 呃可能 一些比较容易不喜欢的食物 就是要跟他说这个好吃 你要不要试试看 然后你就可能跟他说妈妈很喜欢 这样子 啊他吃下去如果真的不喜欢 那就是他真的不喜欢 可是 有的时候 如果你小时候不让他尝试的话 他长大就会 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东西 不挑食的我应该比较少见就是 其他人不爱 不爱的我都会吃 但我不觉得我小时候 到现在基因有变 诶我有变诶 我 我小时候不喜欢吃那个 很多人水饺只吃高丽菜的 然后 那个 一般是韭菜 我小时候不爱吃韭菜 超饿 我就觉得韭菜 超臭这样 然后吃完韭菜 那个嘴巴不是 都是 都很臭吗 然后我小时候吃水饺 就是一定要点高丽菜 但是其实 高丽菜水饺 不是每一家都有 但是我长大了之后 就变得 我说的基因没有变 但是就是热爱的东西有变 就是可能我的基因血 我过了十几岁之后 我就会热爱这样 水饺要吃香菜 你的香菜 你水饺里包香菜吗 不好吧 什么东西 喷出燕麦 是什么东西 超饿啦 那不是燕麦吧 学校饮水机怎么喷出燕麦 燕麦蛮大颗的耶 饮水机冻的这么大吗 好饿喔 好 真的假的 好香菜水饺 你喜欢就好 哈哈哈哈 你喜欢 对啊 那是水垢吧 你们知道水有水垢 呃不对 呃 对 对也不对 好我要怎么讲 就是因为我从小呢 我觉得我已经算是 我觉得理性来说 我已经算是我这个年纪 生活长是不算很低的了 但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生活长是偏高的人 就是她的生活质上很高 所以她就一直很嫌弃我 然后我自己出来住之后 我们一开始有一个小的饮水机 然后因为我不是很爱喝水 所以就是我发现饮水机 会有一层水垢 然后我觉得那东西很可怕 所以还有人家说水垢其实没有 对对身体没有影响 它不是脏东西 但我还是不能接受 我又觉得饮水机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尤其是学校的饮水机 噴出来的那个 而且是我之前没电脑的 嘿嘿嘿嘿 没错 全部都是元素周期表哦 钙美离子沉淀 然后 反正呢 就是 那我觉得学校或公司的饮水机更恶 就是小公司可能不会 但大公司 其实是为妙 因为 就是你们知道 学校的饮水机 其实都很久很久 才会请厂商来洗一次 然后说真的 厂商有的时候也只是来看一下 嗯 没有 我跟你说 虽然说厂商会来看学校的饮水机 照理来说都有清洗才对 但是 唉 唉 我们之前就看过饮水机里面 有一些很开心的在水里悠游的东西 可是我们有看过掌上来啊 哈哈哈 反正就是很害怕 哈哈哈 就是学校里的饮水机 会有一些好朋友在水里面游泳 这样子 那我相信这个 呃 通常这样是拥有很多的蛋白质 这样 所以 所以 如果大家为了身体健康着想 也是可以斟酌着喝 哈哈哈 对啊 我就知道 我知道学校是由厂商来的 但是因为我们亲眼看过 这个 饮水器里的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很可怕 我虽然还是没有 就是我还是会用饮水机 来喝水或者是 对 唉 泡泡面很正常 就是 倒泡面在那个 虽然那很不 就是 倒那个泡面在水槽 是一件很欠揍的事情 然后 可是 就是 还是会有人这样做 你说的泡面是在水槽里 还是说在饮水机里 应该不是说在饮水机里吧 在饮水机里我就不知道了啦 对 小强进去 确实不是他能控制的 看到泡面不惊讶 看到一戳头发 我觉得很惊吓 水槽 哦对啊 水槽就还好了 怎么了怎么了 勇哥说 没事啊之前 哎呦 银水机里有鱼 怎么生出来的 从水管里游进来的 屁啊怎么可能啊 对啊银水机你看 就是开个热水 开一开 有一条面油 有一条面油 有一条面从热水里面油出来 有一条面油 嗨 有鱼感觉水质很好哦 银水机生带池 鱼月 是鱼月 可以养它吗 今天是新加坡的另一边 哦 确诊 今天生日 5月3号 是我们的金牛做宝宝吗 那我可以知道它的名字吗 我知道它上次有来 但我们那次还没有好好打到招呼 谁家公司银水机 可以直接出一个泡面汤 是说你吗 是不是说你 是不是就你 你说成 你是诚实的新加坡渣男 哈哈 哎 波妞 哇 嘘 嘘 哎 他叫什么 哎 那男主角有什么名字啊 波妞 哎 他不是什么Sosuke吧 Sosuke吗 是Sosuke哦 Sosuke Sosuke Suki 啊 好可怕 我小时候 一直觉得波妞长得很可怕 所以 所以应该叫他健吗 是不是 大家要怎么叫你 中健 中健 好可怕 中健 波妞 喜欢 中健 不要 波妞变成人型之后 比鱼型还可怕 我就是觉得波妞长得很可怕 波妞是从人面鱼转变成青蛙 但波妞应该比章鱼 好可怕 中健 波妞喜欢 泡面 所以应该在饮水机里养波妞 哦 我觉得 波妞小时候 就已经是童年阴影了 就叫我健就好啊 我是新的新加坡 加油 健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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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后遗症 一结束之后 一结束隔离 就可以出去跑跑跳跳 呼吸顺畅 开开心血 迎接一个新人类的生活 毕竟 现在就是 得过有抗体 生日快乐 受心加持 受心加持 一定可以健健康康 顺顺利利 新人类的生活 真的 你知道我当初就是 我那时候确诊完之后 马上吧 一个礼拜后 然后我就出发日本 然后我那时候 就一直跟我妈讲说 我现在是新人类了 对啊 刚确诊完之后 会觉得比较不担心 因为 我知道会有二却三却的问题 但是因为刚确诊完之后 就是 胆子比较大 这样 那个时候 有比较泛框心的出去玩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我现在可以用意识对话 是不是 我们是用念力在沟通 确诊后不太会感冒了 真的吗 第二次 你现在是超级新兴人类 啊 什么 已经三却过谁 太惨了吧 谢谢贝勒也带我去流浪 好 姐姐都不知道去过几次了 但是我觉得啊 嗯 就我只能说 在一线工作 或是一直有在一些 比较需要跟人交流的沟通 不是交流 交流的一些职业的话 我觉得真的还是难免 因为 即便可能有一点点抗体 可是 你们太常曝露在危险之中了 所以 真的是很难免 就是 只能说 真的吗 第二三次 所以Jacky有三却喔 欸 劍很可爱 我喜欢面面 但不喜欢垃圾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刚刚就想听这个 现在确诊也是小感冒 都正常常吗 嗯 因为其实 欸 日本那边的话 确诊已经是流感化了 然后是隔壁的人很怕 我这样差不多中奖过了 我还没怕 不要 不要乱跑 嗯 我知道 等一下 我知道确诊是一个 老实说 我觉得确诊 现在算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因为就是 防不胜防 你只要是正常的 在生活 在工作 我觉得有触碰到人 难免都还是有点病菌 可是 就是 嗯 当然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二三却后来 对未来身体有什么影响 所以建议大家 还是好好地保护自己 谢谢 今天都带我去 希望带我去 可是接下来没有任何 这个COVID-19的地方 当初啦 现在觉得健康真好 真的 欸 坐办公室一整天 那你在确诊的时候 有身边的同事确诊吗 喉咙超重 我第一次确也是喉咙 但是 因为每一次 就是听人家说 二却三却 因为碰到的病毒 其实不太一样 很多人症状很不一样 那我算是少数的 呃 台湾这边 看感冒说两条是好事 一条反而说 反而要回诊 看是不是流感 为什么 多讲几次自己是圈圈之人 确实 想当初我们很多人 就是讲完自己 是什么什么之人之后 就出事了 空气滋留导致的 其实也是有可能啦 但反正 对 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病毒防不胜防 我只能说就是 先 大家就是 只能放宽心了 我觉得也不要太紧张 因为还蛮多 像还没 就是之前当初 流 呃 COVID-19很盛 最一开始很盛行的时候 很多人有点紧张过度 我觉得有自我保护意识是好的 但是如果紧张到 让自己的生活很 很焦虑的话 那也不太好 就是 说真的 真的确诊之后呢 你就是 可能 就是会很不舒服 但就是 会过的 就是都是会过的 这样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焦虑 因为真的也不一定能够 百分之百的防护 你到处小心翼翼 如果再得的话 心情会更不好 那不如就做好一些 简单的 我们可以处理好的一些 卫生措施 这样子就好 这样 流感要回来用特效药啊 COVID就是自己休息了 呃 第二 我听人家说 二雀烧 比较不会那么烧欸 COVID疫情中 唯一觉得遗憾 就是没准备好 真的喔 为什么 你是说那 那几天很不舒服 然后没有做其他措施吗 我那时候 我算是 我 我们团里面 比较晚确诊的了 所以那个时候 看到了 很多人的 防御措施 呵呵 我在家里准备了 超多东西 而且因为我是 确诊前 我就有感觉了 所以我就 我就 在两条线前 我就已经先隔离我 把自己隔离两天 呃 我在有小小感觉的时候 我就 觉得 不太正常 所以我已经有两天就没出门 我就已经先在家里囤货 没有囤口罩趁疫情来吗 嗯 那你怎么不说 你为啥不买股票 那个 口罩的股票 垃圾食物多吃 嘖 这个 我只能说垃圾食物多吃 可能比较有益 你确诊的心情会好一点 我刚才说 我确诊的时候 还失去味觉 所以我真的 我还好 欸 我觉得我真的是 我那时候真的很有先见之明 我虽然确诊算蛮不舒服的 可是我那个第一 第二天吧 反正就是一两条线 我那时候就是 狂叫超高级的美食来吃 我确定 确诊的第一天晚上吃的是拉面 然后第二天也是吃了 反正我也是爱吃的东西 这样 我第二次吃火 第二天吃火锅嘛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 我尽全力的在吃好吃的 哈哈哈哈 因为 听说 就是确诊会越来越不舒服 然后不舒服到后面可能会 就是有点没力吃东西 所以我就决定 先把好吃的都吃了 哇 啊 朋友家一家 靠着保费 賺了一台车 没关系 杨雄我也是过保的那个 我也是保费 我 完全我才过保 溫友 我过保要一个月吧 一个月多 一点点 反正 算了啦 这种意外之材 不赚 就 就本来就是意外之材 所以就 算了我已经走过了 哈哈哈 摊了点小材 干嘛呢 虧烂 就是虧烂 唱歌 呃 我自己 那段时间 蛮渴的 所以一开始我 我 也没有也没有 我跟别人比起来 已经算不可了 可是就是 我一开始 我没有觉得我到很没有气 可是我 有感觉到 气没那么 足 这样 应该说 会喘 就是 就是你明明 还有气 可是你会觉得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这样子 然后反正就是 但是因为我们的行业 就是我们的职业 本身就是一直有在练肺活量 所以我觉得 我算蛮快就回来的 可是 很多成员都说 有很明显的 很不舒服 就是因为 我们 很多成员多数 都是在练RUMOR的时候确诊 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 传染期 然后 那段时间训练量很大 所以 一回来 很多成员都 差点快要被RUMOR搞死 就是因为 那个体力 本身就已经很吃紧了 然后被确诊搞一个就是 就是 他们练完之后都会 这样 可是 因为我是RUMOR过后 欸 不是RUMOR过后吧 我是RUMOR过后才确的 就是已经在跑宣传期了 我就 比较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可是我是觉得 还是有差 就 你是 身体可见的有差 这样 但我觉得现在 差不多回来了 我现在 在 吐气的描述 跟确诊前 没有差很多 这样 撸猫复健 我们 一确诊完 就在复健 在家工作 逃不过 我 我要讲什么 小瓶子 第二天 第二天我 中午就杀去了 沉寂行春 接下圆滚滚的一颗星 接下圆滚滚的什么是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如果你想 欸 圆滚滚你会开新帐号啊 哈哈哈哈 我很好奇 好喔 羚羊掰 你要小心不要被做成串招喔 大家工作還算好了 看其他人不用工作 我還去公司上班全很厚 除了很熱拍廢片還要幹嘛嗎 逛四集 沒有了 宣傳大屎 哪一個大屎 你是說我是閃記青春的宣傳是甚麼 還是甚麼 宣傳是甚麼 有開了喔 你是說 那個玩國紀元是吧 哈哈 很棒 因為我知道他們還有在玩阿 他跟智不是都還留在玩國嗎 就是有繼續把之前的帳號繼續做下去 但是我就想說 他們還要生一個新裝置新IP再下載一次 但是我覺得內心應該是非常的歐 而且等於他們舊的物資也過不來阿 好喔 你是去哪裡聊天 快停了 快停了 甚麼快停了 我這次懶得顏色沒有 粉紅沒有上次逃耶 這樣 圓滾滾去哪裡阿 老八老八 我們去哪裡阿 那時候就說快出坑了是嗎 只是很低調 圓滾滾滾手把的時候也很低調阿 他都是用他的霸氣震折我們 但是他本人很低調 他本人很低調 但是他總是不停的在他用的等級數跟他的資源 讓我們驚嚇 對啊 對 他一直都是這樣子的人 低調打到幾個億的元神 對啊 這次沒有大直那次討 大直那次是上一次染完之後 這首第二 第二天拍的吧 這個髮色是金天染的 金天染 背面很好看 你說 欸 我剛剛有轉背面嗎 背面 背面長怎樣 背面是甚麼樣 你去玩大直還回來直播 對 對吧 對 那天有直播嗎 有 那天有下雨 應該是吧 我記得有 我記得我晚上好像那天有要回來直播 淘淘的 是喔 背面也有 這分開的部分桃紅有露出來 我原本是希望他連外面都有桃紅色的 下次再試試看 就是我覺得 外面有桃紅色比較 比較明顯啦 但是就是比較 比較 比較不正常人 這是不是一個很奇怪的型 就是不是正常人會這樣子的造型走在路上 是 你要像直播一樣的衣服 還是你要買 嗯 同樣的衣服穿幾天怎麼辦 我又 我很香啊 又沒有髒 如果我沒有一整天都在外面的話 我就不一定會換衣服 浮誇 對啊 內 低調內斂有氣質 沒辦法 你知道就是 主管階級的 還是希望我可以看起來氣質一點 就想當浮誇人啦 就是他被眼睛 就是因為我現在打了很多光 這樣就 這樣比較咖啡 他其實是有點奶茶色 沒有 看得出來嗎 哪有 我說 不要說他很氣質 但是說了話之後 就看得出來是有深度 是不是 一講話就知道這個人有深度 漸層應該是燈光啦 就是他有一個陰影的樣子 沒有什麼的 他真心的 對啊 真的嗎 真的嗎 比台中 台北特殊 真的嗎 真的嗎 我覺得台中特殊法山的人還是蠻多的啊 感受到十分的會說話 沒有我現在還在訓練這方面 說話 小女子我還不敢說 這個 我還在訓練我自己 好不好 那來點有深度的話題啊 深度深度 深度深度 度 在這裡上次很像老闆 當然啊 我現在是boss欸 又是平放 不然 我們上次已經打過歌了 我們換走的吧 主要是我最近都沒有他聽歌 我已經很常說我沒有再聽歌了 我應該下次來登錄一下別人的YouTube 他才不會總是推薦我一些我看過 嘿我是米奇 他居然推薦我那個惡搞配音 大家好我是米奇 是你爹 最近FP出現這一則廣告你有沒有頭緒 那你也太晚出現這個廣告 我上次有喊他全名已經是一個月前的事了吧 我買他的時候有一直跟你講他的名字 但我最近沒有 那最近沒有 那你突然現在有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 你最近才在認真補檔 是不是啊 嘿 我看到艾蜜莉的馬克與林頌夫耶 大家能夠接受嘻哈的歌嗎 因為嘻哈的歌就是聲音偏大 但是我真的好愛這首 我覺得 我覺得艾蜜莉這首歌太 有人有認真看完大嘻哈時代嗎 我覺得這首歌他真的是玩得太開心了 這首很屁 喔對我喜歡皮皮的 When I walk in down the street 看見馬克白人帶走耳璇紅頭浪邊貼 阿福卡牌妙走外送 馬福馬福 馬克與林頌夫耶 馬福馬福 馬克與林頌夫耶 目前這首是最紅的 你知道我在那個 我在播歌茶飲還有聽到馬克與林頌夫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媽講說 你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我會唱喔我會唱喔 然後我就一直在柴歌裡面唱 這個boss讓我想起那天我跟瑞婷喔 你說這個是不是 不要這樣 我會唱喔我 你以為做錯誤 我愛吃 可是你又下阿法 你會唱喔 你宣誓警察 你會唱好嗎 該拿出手銬了 手銬了 你會唱喔 手銬了 你會唱的那首歌 我唱歌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看見馬克被人帶走 但是艾蜜麗一下就被淘汰了 我的馬夫馬夫 馬克與林雙福耶 馬夫馬夫 馬克與林雙福耶 但是就是大嘻哈的歌都很嗆 我們平常就沒有機會可以唱到這種歌 哪有一下他止步八強 但是他唱完這首歌就 他就是唱完這首歌爆紅之後就 啪 喔喔喔喔 鎖六轉囉喔喔喔喔喔 一家四口助理胖 春藍茶甜辣 本來我聽到 有爆紅比進擊好 確實真的 因為流量其實蠻重要的 很多歌唱比賽的第一二名 不一定能夠有一個好的發展 你們知道潘偉博就是嗎 潘偉博他當初也不是拿第一名 但是他後來的發展就不錯 下句沒有你在 阿富 這句沒有你在 阿凡 這 只可惜沒有你在 好 這首真的很好聽 哈哈 雖然那個內容偏嗆 但是我覺得嗆得很好笑 所以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那有比Toyota值錢嗎 對啊看看楊中瑋 謝謝夜空世界剛剛帶我去流浪 謝謝好好的祝你喔 祝你喔 欸我還沒有記錯 但是沈基辛春我好像也沒有特別推薦大家 啊 Jacky送的鮮花 王國 魔力之家2000 樹洞中的鮮花 樹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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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樹洞 欸我這裡其實不算樹洞 其實沒有在大家 沒有在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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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樹洞 還是有什麼店可以去 還好 哈哈 應該說雖然有買東西 但是 就有沒有推薦 要看 我覺得 這是 現在沒有要特別推薦 就但我覺得 神祭新春那個 不是新春 省季新春那個 摊放很多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 很多人喜歡逛市集 然後台北市集多數都是 六日才有 但是省季新春是一到五都有 我覺得很厲害 他們好像一到五的話是 就是開到六點吧 然後他是每天都有市集 然後好像是一個月左右換一次 就是反正他們就是 都是差不多幾個攤位 但是就是每幾個月就會換 換一次申請這樣 然後他們是六日比較久 然後一到五都有 可是省季新春就是 我覺得很適合 假日或者是 如果你有休閒時間去走走 就是例如你可能你的放假日 平日也有放假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個時候去走 都還是有攤位的不會很冷清 啊如果你想要像我們之前 去拍寫真集的時候 然後肯空 就再早一點 我們那時候去好像八九點吧 在人家準備要開始放攤位之前 這樣 對很適合抱樹 欸我沒有特別去找那棵樹欸 因為那個樹的位置我忘了 當然我有找到 麥當好歡樂送的地方 很多電話輪流擺攤 對它是流動的 然後 喔我有看到 鋁和泡芙之前還有一個 吐鳳梨冰 蛤 省季新春都是情侶在去的嗎 嗯 確實我們那時候看到很多情侶的 嘿 只有我是舉家 舉家全行 那推薦我們這裡的 性男性女們 未來有這個機會 想要跟朋友一起去逛逛 也是可以帶著朋友去逛逛 千萬不要被路上的情侶給振折到了 你們是可以陰過他們的 好吧 只要我們有這個信心 不把他們看在眼裡 哼 就不用被他們閃到 閃 下 我是舉家一起去省境新春 但同事朋友有沒有不行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邊蠻漂亮的 無論你想不想去拍照 我覺得都可以去晃晃 因為他那邊是那個 省季新春是一個舊的 舊的什麼宿舍 舊的 呃 舊的 呃 呃 舊的 欸 舊的眷村 欸 他是眷村嗎 他不算眷村 他是眷村 他是眷村 喔好 舊的眷村 反正他就是一些 舊的 眷村 他是舊的眷村去改造成的 就是他的那些 呃 房屋 都還是 留下來了 就是比較有特色的 像是 他們都是每一間每一間 可能會有那個幾號房幾號房 這樣 然後呃 當 當地的那些屋子看起來也比較有年紀 所以其實看起來會有點文青文青的感覺 那 他們的走道那一塊就是全部都是市集 那他的市集也是比較偏那種可能年輕人的文青風 所以如果你想要古著的衣服那些也都有賣 然後 不外乎現在市集很多都是寵物的天下 所以裡面有很多賣寵物服裝啊 或者是寵物的食物餅乾啊等等的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記得我記得我剛剛有講宿舍嘛 因為我記得我走過那個審計新村的那個告示牌上面是寫 用舊宿舍改建 所以我想說他算眷村嗎 因為我腦內的眷村更老一點 是我們之前去那個台中另外一個眷村 忘記了叫什麼 就是另外一個眷村 對啊我剛剛有講宿舍嗎 還是我沒講出來 因為 我印象中他不是眷村 嗯 彩虹眷村 彩虹眷村更 更 更眷村一點 他的那個眷村的程度是有點像那個 光陰的故事 然後 審計新村的話 他其實比較 感覺比較後期了 就是風格不是在都是在平地的 彩虹看起來就比較老這樣 眷村真的住人的會很老的感覺 對啊 我有講宿舍嗎 那就是 因為我印象中他的告示牌不是寫眷村 是寫宿舍 所以他跟一般想像的眷村的風格又會再不一樣一點 他再更新一點 然後 但我覺得還是蠻有味道的 因為他那邊也是矮房子 就是現在的新大樓都很高 那這種老房子就是比較矮 所以 其實還蠻適合去那邊晃晃的 只是 可能真的沒有很推薦中午或 中午或一兩點的時候去 因為 很熱 就是 我就說他們是矮房子 所以 他們的遮陽都是攤位遮陽 但是真的很熱 嗯 是彩虹眷村 我們上次是去彩虹眷村嗎 彩虹眷村好像停止營業了 我上次跟 我想問我上次跟那個 一家他們一起去的那是什麼眷村 我這起來去的什麼 好 我跟一家明娜 像華山的攤位每次我走會去都覺得好 對啊 華山也是啊 就是跟華山差不多 就是那種很熱 而且我還問了一下 就是我看了幾個我有興趣的攤位 他們 台中的攤位就很少來台北擺耶 他們都頂多跑到什麼新竹啊 然後 就是 而且新竹是在那個什麼 巨城還是哪裡 就是反正是一些百貨公司的地方 就是反正是一些百貨公司的地方 我有發嗎 好像沒有 哈哈哈哈 欸有啦 我上次跟你們講有門的那個啊 廢墟 但我好像沒講那 這是我 欸我沒有發嗎 嗯 When I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我來看一下 我有沒有拍一些去哪裡 我應該有拍照沒發 嗯我 不知道 我看一下等我一下 我 現在在台中啦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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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裡 台中的 眷村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然後 然後 對 我的庫存 應該說 有些東西我 沒有打算發 而且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 IG 越常發文 觸及率越掉 就是聽說 線動轉得越勤 然後文章 越頻繁發 觸及率越低 港區 喔 港區藝術中心是我拍王一家的那張照 喔 那邊很漂亮 那邊好適合拍漢服喔 就是 如果 未來有機會想要去拍漢服的話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那邊拍很漂亮 他們的那個橋 超美的 然後 我記得是在港區藝術中心附近 就有那個 眷村 清水眷村 應該是清水 就是應該就是那裡了 然後 那個眷村我覺得也蠻漂亮的 很適合 光陰的故事 三天內會推薦最新的一篇 而且 我不是最近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新聞稿會多成這樣 但是小明星大根發的新聞稿真是太多了 然後我最近發的東西 那個 點閱率很高 可是我 雖然這件事跟你們討論很奇怪 但我一直在想 我現在應該要發什麼 因為 因為現在來點閱的人都是不認識我們的人啊 那 我們 嗯 我也差點以為 嘿嘿嘿嘿 事實稱名 不是必設 那 就是 對啊 怎麼會新聞搞突然這樣 發什麼都可以嗎 我在糾結要不要發握所謂相關 我們還是應該要發那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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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介紹一下TP這樣 好 雖然這件事跟你們討論很怪 但沒有關係 我本來就是會跟你們討論的人 但我會覺得 蛤 我不知道這些 留下來的人 不行啦 泳裝不能發 我們公司本來就不能發任何泳裝啊 就是 只要 非工作狀態的泳裝全部都不可以發 發生血露臉啊 嗯 不要 下次握手會在哪 我不知道 你 先等 這個 下一次發單曲吧 看單曲什麼時候發囉 開始發握手的照片 對啊 我在想 我會發個握手的照片 但是 我知道這很突然 但是 其實 就是 就是 這些東西 真的是給這些 可能 無論是看八卦 或者是抽熱鬧的人看 因為 我還是蠻想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生態 因為 畢竟 現在的 觀眾 其實都 不是很 明白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這樣 我覺得 先發你自己的東西就好 真的 一篇一篇就好 不能變成錢的羅羅 恩 對 是 菇勇者是怎樣 分享一下影片 快要伸血 五葉伸血了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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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關於永逸的部分 因為上一次大家有這麼努力的 強迫我 我 要發出來 我有認真爭取過了 但還是 被拒絕了這樣 所以你們大概還是看不見 哈哈哈哈 我已經爭取過了 我也 嘻嘻嘻嘻嘻 我其實都修好了 但抱歉了 沒緣分 就是沒有緣分 各位 哈 就讓我繼續 未來自己出個寫真集 哈哈哈哈 是的 基本上就是沒什麼機會的 只能哭了吧 哭啊哭啊 不是最 所以順順發就好 沒有這個兩百人 我可能要花很久的時間 哈哈哈哈 現在人不會花時間理解 趁機會搬一點回來 恩 對啊 我根本就是這樣想 沒錯 我只能面媽欣賞了 畢竟就是面媽的節奏 而且我跟你們說 我修完圖之後啊 就是 雖然我說面媽 就是沒那麼擅長拍攝 但我在那邊喬了很久 然後我修完圖之後 他還跟我講說 哦 你真的很會拍呢 天啊 哈哈 我在那邊 自己學 就是要怎麼喬這個面媽腳架 這樣 然後我喬好他之後 嗯 對 還要拍完 然後還要在那邊喬角度 這樣 嗯 確實 要流量的話 是要喊團卡布 可是 我本來就是一個 不做喊 欸 我不能把話說死 應該說 我對喬團卡布沒有那麼熱衷 跟這麼有興趣 至不在此 但是這件事情就是 如果有必要 或者是有機會的話 肯定還是會去做的 但是他不在一個 我會想要去嘗試的事情 你說的越開心 我們越難過 我修得很好看 那個光啊 那個泳池的水啊 那個就是那個 飽和度啊 然後那個肌膚的瑕疵啊 全部都修好了 很好看喔 而且有鏡照喔 然後你就會看見這個 陽光 沒有沙灘 比基尼 呵呵呵呵 好的 沒錯 這個人又在炫耀 而且我原本有 我有拍幾個比較易鏡的 就是 就是 不是他們覺得會裸露的程度的 但是 還是不會拒絕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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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圖們真相 沒辦法囉 請大家也不要自行想像 謝謝 呵呵 是的是的 這種就是 未來有緣 等我長大 等我長大 我現在還是有 羽翼保護的小女孩 我現在是少女 大家請用最純潔的方式 看我的作品 呵呵 哈哈 哈哈 好啦 那我本來就 沒有要發什麼 太 就是 不是大家想像中的 那種什麼很性感的泳妝照 純粹就只是 很 就只是 在記錄那個泳池 蠻漂亮 呵呵呵 是一個 怎麼說呢 要形容的話 就是一個 清純 夏天 陽光 的那種感覺 嗯 少女 肯定是少女的吧 我再怎麼樣 這個歲數 在這個圈子 還是少女的吧 呵呵 是不是 偷偷 哈哈 你好聰明喔 你覺得小安這樣 真的不行 她一直把我 想偷偷做的事情 這樣講 哈哈 但是 泳妝照 我不敢做 因為泳妝照 然後大家肯定是會 就是 這個 就跟那個生日公車不一樣 那個當初我已經偷偷篩過了 但是就是 因為泳妝照 這個鐵完圖之後出去 肯定是 連 呃 覺得不行的人都會注意到的 但是 如果是公車的話 可能覺得不行的人 不會注意到 這樣 所以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程度上 不太一樣 我可能不行 哈哈 哈哈 但我確實想過 畢竟這招我用過了 嗯 我是個壞小孩 哈哈 沒錯 請克制一下 反正這支影片還在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我去完審計新春之後 就殺 開中一張了 沒錯 打破規則 打破規則 有很 很多種 一種是柔軟的衝撞 一種就是強硬的對撞 要 就要進去喝 難喝的茶 確實 哈哈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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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啦 我應該要讓他們聽一下 831的規則 就是用來打破的 欸 我剛剛不是說一中街嗎 我剛剛說什麼 一說完就忘記我剛剛說什麼 我剛剛不是說一中街啊 啊 我說台中一中 哈 一中街 我就去了 呃我沒有進台中一中 我說的是一中街 沒錯 台中一中一中 串一串 一中 一中了一中街 我就去了一中街 然後 呃我用 我跟你說就是 因為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不是跟 我們00line也一起去 我們去台中演講的時候 就順便下去了一中街 然後 那個時候 我們吃了那個 9月初甜甜圈 然後 欸 沒有逛中有欸 特別去一中街了 就沒有去逛百貨公司 哈哈哈哈 然後 那個時候 吃了那個甜甜圈 我印象中真的太好吃了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說一定要去吃那個 然後 嗯 我覺得這次去吃沒有上一次這麼驚豔 雖然還是蠻好吃的 但是我不知道 我明明沒有點錯東西 而且你知道上網查地圖查 九月初甜甜 深入甜甜圈的話 他會給你指在一中街街尾的一個店 可是因為九月初是 九月初是分店 所以其實在一中街正中央是有一間的 大家不要走錯喔 我們吃的是 我們吃的是小攤位的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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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啊 在那個啦 算是日耀本舖附近吧 可是好像地圖上是查不到的 因為 我一開始查地圖也是很遠的那間 我想說 怎麼會那麼遠 不是我走的地方 然後我就 用我僅存的記憶稍微走看看 有找到 嗯 然後 當我們去的時候 就是都是點那個 烤 烤 烤什麼 烤焦糖嗎 查得到嗎 真的假的 可是我查到地圖 反正他就是先給了我街尾的那個 烤不雷 然後 一中街 我們喝了一個不好喝的古早味紅茶 然後吃了一個 啊 有有有 我有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 意外之外的美味 就是那個 福建 炒麵 看一下我們拍照 我沒有特別拍照 因為 我們現在IG不太能 那麼仔細的分享攤位 我就 沒有花時間去拍 在那裡 我 好像 應該有跟那個 麵合照 啊 還有 魚 那個 魚 魚蛋 魚蛋 魚蛋真的是 我發現只有 基隆的魚蛋天沙難吃 是嗎 基隆的魚蛋 讓我對魚蛋的印象很 不好 但是 我從吃過嘉義的那個魚蛋之後 你發現 原來魚蛋是人間美味 我找不到耶 草麵咧 好吧 反正就是福建草麵 就是 我一定要講 就是基隆 基隆廟口的 某一個頭 某一個 某 它算是街尾還是街頭 我不確定 反正就是十字路口的尾巴 有一間 魚蛋 然後 那個 魚蛋 我們 因為我 畢竟我好歹也是一個 小時候就出生在基隆的人 然後 小時候最一開始 是沒有那間魚蛋的 然後 它剛開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去試了 應該是 真是福建草麵 應該是 我只看到那間福建草麵 應該是吧 再 再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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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院附近 那應該是電影院吧 反正就是 算是 不是一中 商圈最 中心的一家 福建草麵 這樣 然後反正呢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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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基隆試過那個魚蛋之後 因為 我媽說她很愛吃魚蛋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對一個 新產品 就是半信半飲的 吃了一口 超乾 就是 它味道很乾 怎麼說呢 就是 魚蛋 照理來說那種很像 嗯 我很喜歡花枝王 然後花枝王咬下去是很Q 然後Juicy之類的 反正就是應該有這個口感 但那個魚蛋很乾 然後我就想說 嗯 不好吃 然後我媽吃完之後 也說那個魚蛋不算好吃啦 但我就是對魚蛋開始 有了不好的想像 然後 所以我去到哪裡都沒有主動吃過魚蛋 但是上次去嘉義之後就是被王一家帶去的那個 那條叫什麼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條的那個魚蛋 超好吃 然後所以我這一次去一中街的時候 我就也逼我媽吃了一個魚蛋 然後我們買幾串 6串100塊吧 反正魚蛋差不多都是這個價格 然後推薦大家 我覺得任何魚蛋都要吃咖哩口味的 這個是上一次王一家他們教我的 他們說就是他們點了咖哩口味之後 我們所有人都覺得超好吃 然後 我自己蠻推魚蛋加辣的 就是我覺得辣味魚蛋很 很帶勁這樣 蠻好吃的 然後也可以 因為我是點6串嘛 所以就是我是一半辣一半不辣 4串喔 4串4串啦 4串 4串100 2個原味2個辣味 然後 我點咖哩的 跟原味的 跟 椒 椒鹽還是胡椒之類的 咖哩一段 香港來的 你說餵啥嗎 鍋底會有一顆特別大顆的 問號 你說為什麼要點咖哩的嗎 不知道就是咖哩的很好吃 就是咖哩的比較不容易雷 喔 天馬的智偉耶 好久不見 好久沒叫到你的名字 老闆有吃過煎魚蛋嗎 煎魚蛋 沒有耶 但我有吃過煎鳥蛋 但兩者可能是不一樣的東西 一中間有3到4餐 對 我就是路過一攤 隨便選 然後完全不雷 超好吃 就是魚蛋真的很好吃 不要 在基隆廟口不要吃魚蛋的話 其他都可以 說不定其實外面的魚蛋都不雷 都烤不雷 都不雷不雷 在往前飛 救美救美 愛在心飛 烏煞烏煞 很輕鬆快樂搖擺 張開雙手 並且冷冷的嗨 烏煞烏煞 麻煩惱通通拋開 say yes 我真的沒有找到那一家 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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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灶什麼灶啊 它是那個 灶 我沒有跟那一間店拍照 但是我跟那一碗麵 拍的照 就是它有一個灶 灶的招牌 離商圈 喔真的嗎 遠一點的 越好吃 好 那我那時候找的還蠻中間的 但我也覺得蠻好吃 好那就是 灶福建炒麵 這家 這家好吃 啊但我不知道其他間 福建炒麵好不好吃 只是我吃了這家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呃就是 魚蛋跟福建炒麵可以推薦 好像就還好 因為 我們沒有那麼認真的一直瘋狂走 一中間 就是我們把 該就是 路過吃一吃吃一吃 就差不多了 然後有逛街啦 就這樣 然後一中間的話 就是還是蠻熱鬧的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是假日 都 到處都是人 但是 沒有到很可怕 就是沒有像基隆廟口那樣 會擠到有點水泄不通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如果想要去吃一些 好吃的小吃的話 我覺得一中間很值得去 然後 一中間晚上就是茶六 我吃到我心心念念的 我還記得我們之前 加價茶六一顆干貝好像是九十幾塊 這真的貴了 好 王國界 欸 這個也太明顯是來打廣告的了吧 哈哈哈哈 王國界員請加入竹竹萌KB3 好 這樣你都送了螢火蟲 我只好念 哈哈哈哈 這樣了 這樣了 嗯 但是因為我們是點號餐 我沒有 我沒有多加點干貝 但是 乾貝依然是 茶六的神啊 但是因為這一次我是跟家人去 啊我上一次是跟同事們一起去 我就沒有點 我們就沒有吃這麼奢侈的套餐 但我們這一次跟家人去 我們吃的 算是比較高級一點的 喔 真的好好吃 是在業配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想要接到茶六的業配 因為才能很好吃 欸可是台北 台北有像茶六這個等級的燒肉嗎 是不是就沒有 真的很好吃欸 和牛 嗯 對反正是有和牛的 嗯 喔 我不知道和牛有沒有在分 就是在更高級什麼之類的 但是就是 因為 呃 爸爸是第一次吃茶六嗎 我不知道 反正媽媽是第一次茶六 然後 反正 就是因為是母親節 所以我們就決定等一下開Ricky 要讓他吃到和牛 因為 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阿 有 為了牛舌 點了一些就是燒肉 但是我們最後覺得很不滿意 因為 就是 日本和牛要去吃的話 要去吃那個吧 仙台 但是我們沒有去仙台嘛 我們就在大阪隨便找 然後最後就覺得還好 還有大碗 喔 那我沒有點到最高級的那一個 我們只試了 只試了普通高級的和牛 就已經很好吃了 它那個 切 怎麼切 欸 你還記得什麼切嗎 媽媽 呵呵呵 呃 不是 對啦 就是因為一開始我媽是 在日本是想吃牛舌 我知道你在仙台 還不快點帶一點牛舌 我們要給回來孝敬麵嗎 我不吃牛舌 所以 對 牛舌我沒有 我沒有想要吃 喔 對啦 我只要講牛舌 我只要講牛舌 對 和牛角切 和牛角切 那個 查六很厲害的那個和牛 叫做和牛角切 然後 因為我們這次是點和牛的套餐 裡面也有牛 沒有 裡面沒有牛舌 他們有另外點牛舌 他們說 我就是 抱歉我一樣不吃牛舌 所以我吃了 可是我覺得還是沒有很愛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牛舌的那個 口感 我不愛 上級燒 我知道 在那個 國父紀念館那裡是嗎 我之前有看到 人家推薦 但我記得我看過價錢 覺得很 很脫褲子 但是好像高級的肉 差不多都是那個錢 喔 有喔 他有拍喔 他說 是那個 對 對 你沒有拍到啦 你沒有拍到 對啦 反正是腳切 應該是和牛腳切 然後還有一個和牛肩胛 也不錯 牛舌我不愛 我不愛那個脆脆的感覺 而且聽說 聽說那個上級都是有很 就是有一點 因為我記得他說就是他那個 整 整體感覺很高級 然後 我好像很多有錢人 或者是什麼 就是有 有 顏面的人會去這樣 還有橫隔膜 對 但是 橫隔膜要全熟 所以就 還好 嗯 和牛比較有牛味 對 茶六讚 可是因為茶六它真的價格不便宜 它是蠻好的肉 所以 如果要去吃茶六的話 就可能還是需要一點點開銷 這樣 可能那幾天其他東西 就要吃的比較 平價一點 然後 去吃完茶六之後 然後 就去逢甲夜市 我們那天逛好多 早上去神祭 下午去中 晚上去茶六 茶六晚上去逢甲 然後逢甲夜市就是 我覺得沒什麼 逢甲夜市 偏普 可能是因為我們 逢甲有吃海邊小屋嗎 那是什麼 我應該先問的 就是因為逢甲夜市 啊 我想到我為什麼要入逢甲了 我要吃那個蛤蜊啊 沒關係 我後來被茶六弄得很撐 我可能 也吃不了 就是 逢甲夜市我之前看到人家那個 就是有一盆 蛤 那就是還在 我忘了 我忘記我為什麼一定要去逢甲夜市 我是為了哈利去的 蛤 重點是我現在才想起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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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瘋甲不好逛 就是除了 除了為了那些 吃的 哈 哈 哈利 我本來就是為了那個蛤蜊 我跟你說 因為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跟潘咪去台中的時候 我們本來要去瘋甲 那因為那天人太多了 然後 沒有車位可以停 我們就沒有辦法停在瘋甲 而且我 我吃東西的習慣 跟潘咪跟他姐姐 有點不一樣 我那時候很想要吃哈利 然後他們就說 沒有要吃 我就說好棒 然後我那時候就密我媽就說 我們下次去台中 我要帶你去吃哈利 哈 沒關係我過了 我過了這一關 我可以 我這次有吃到干貝 我跟你說 我這個一年前呢 在這個校園演講的時候呢 就是想要獲得這個干貝 我現在獲得了 我最近這個哈利 我一年後再去 哈哈哈哈 他說下次也好 我就 蛤 好了不管了沒事了 我分享完了我的瘋甲夜市 原來要分享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 對面媽沒有特別熱愛哈利 但是因為我從小就是愛蛤蜊的超愛 就是我小時候熱炒也一定會點蛤蜊湯 就是我很喜歡蛤蜊的鮮味 而且越鮮越好吃 我們之前去那個岩山 就是岩山是一個我覺得不是很需要去的觀光景點 但是因為岩山那邊都是有賣一些海鮮 然後那些海鮮其實還蠻好吃的 即便是觀光地區但是 味道都很不錯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吃一攤的那個蛤蜊 我還有拍照 齁那個蛤蜊也是很鮮 然後你知道因為就是煮蛤蜊 它那個湯都會很鹹 然後很甜 呃不不不 很鹹 嘖 它那種甜不是正常的甜 就是海鮮那種甜味你們懂嗎 然後 那個蛤蜊即使那一旁很燙 我還是一直用我吃完的那個蛤蜊殼 然後去去把那個湯咬一勺喝 咬一勺喝 好 沒事了 我過了 我過了 好 對岩山我一直的分享的部分就是那個蛤蜊 喔 HOT POT 有賣整個湯底都是蛤蜊的 好 我下次再去 呵呵呵 還有其他可以分享喔 沒有了 就台中就這樣 接下來就是那個泡蜊 就是沒了 沒有 我個人搶架夜室沒了 我喜歡不想家夜室還有什麼值得推薦嘛 海邊小屋還有什麼 哦 卜卜 可是會是壓要更小 還是那也是葛 好啦,我要麵棒了 我要跟大家吃 我要麵棒 再見了,我在蛤蜊 再見了,沒事 就只是一碗蛤蜊而已 其實也沒有那麼小吃 鹹更小啊 對啊,更小啊 就不用吃了,沒有關係 我都沒有吃到蛤蜊了 我還吃什麼鹹 我就忘記了 我幹嘛要去呢 我為什麼要去呢 家裡都有電鍋 可以買一袋蛤蜊 用逆吸的吸出大量蛤蜊 吃 好,要不要寄什麼吃了給你的蛤蜊 地瓜球 逢甲地瓜球 我吃蛤 我吃蛤啊 我比較愛 在南部的蛤蜊煎 因為蛤蜊煎 南部的會加 豆芽菜 我很喜歡吃豆芽菜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豆芽菜 但是我是熱愛吃那個 那個叫什麼 鐵板燒的人 鐵板燒的前菜都是豆芽菜 跟高麗菜 然後我小時候就是因為 很愛吃豆芽跟高麗菜 所以我超愛鐵板燒 然後鐵板燒它的那個肉汁 就是最便宜的那種牛肉片 都會有很多的就是 胡椒汁 然後我超愛把那種牛肉片的汁 倒在飯上 所以鐵板燒的真的特別好吃 喔,還有蒜片 我跟妳說 妳看 我們這邊的可愛妹妹 是不是跟我喜好都很像啊 來,我要來點一下 我每次都要來點一下我家女醬油 我們家女醬油跟我的喜好 欸,除了偶爾這個 有一點點爭議 哈哈哈哈 一點點而已 就一點點 哈哈 就一點點,一點點爭議這樣 我也超愛吃蒜片 你們知道 可能比較高價位的鐵板燒 會有那個牛 有些是那個蒜片的加牛的 然後他們的牛可能就是 比較偏牛排的部分 就不是一種牛肉片 然後那種蒜片啊 我都會希望他們 越給我越多越好 因為我可以單吃蒜片 超愛 然後我也是調味料加蒜加爆的那種 就是我很愛蒜味 我愛的不是別人嘴裡的蒜味 我愛的是在食物裡的蒜味 在別人嘴裡的可能不行 然後 嗯 仙台有仙科喔 然後 可是蚵仔煎 台北的蚵仔煎我覺得還好欸 因為 有些蚵仔煎它那種 就是它那個叫什麼 欸 那個 勾芡的東西叫什麼 反正他們有的都會弄得很像肉丸 然後就是太狗喔 很很 我覺得南部的比較水 我也不知道欸 反正就是我吃到的北部的都是很成型的那種 然後 對對對那種粉漿 很 很 不知道我在台北好像還沒有吃到特別好吃的蚵仔煎 有沒有推薦 嗯 我上一次就吃到一個像肉圓的那種 太白啊 對對對 太白粉 太白粉 對 太白米粉 我知道你們 我知道你們不能打太白粉 因為是白粉呢 那反正就是 我覺得那個很 北部的很 很 很 狗 然後南部有的還蠻水的 我不知道欸 反正就是 吃 可能因為他們的那個吧 他們的 豆芽菜有加成 欸 你們知道 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營養午餐 有的時候會有那個菜 配菜 然後 我沒有那麼 我小時候好像沒有長大之後 那麼熱愛吃菜 然後 但我小時候只要遇到那種 豆芽菜 豆芽菜都會炒那個胡椒 然後 有一些 像我們 有的老師 會讓我們自己盛 然後我就會在那一鍋裡狂盛 我會瘋狂的一直回去盛豆芽菜 然後 就是可能白飯就會超少 然後整碗都是豆芽菜 同學就看到我整個碗都是豆芽菜 然後 就是小時候 因為胃口不夠大 我都會覺得 喔 還有很多豆芽菜 可是我沒有辦法吃完 我都會覺得很 很難過 可是 只要有豆芽菜加 就是炒那個胡椒 我真的是 爆愛那一盤的 但是小時候就真的是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可以 我覺得我現在至少可以吃到一半 實現豆芽菜自由 我那麼說 但是小時候 小孩子真的是太挑食了 豆芽菜也算是 很多不海 就是很多人不吃的菜 所以豆芽菜都會剩很多 我 我看到那些豆芽菜被倒進廚具裡 我就覺得超難過的 我真的很愛那個豆芽菜 呵呵 我現在想要回去國小吃那個豆芽菜 還有 幼稚園的布丁 就是 呃 我雖然蠻喜歡統一布丁的 但我覺得真的沒有幼稚園的那種布丁還要搶 就是 幼稚園那種廚房癌做的布丁 真的是 對 最愛化學布丁了 怎麼樣 呃 越南河粉 我小時候不喜歡 但是長大之後 我覺得越南河粉的味道還不錯 可是我小時候超級不喜歡 就是我小時候 呃 之前 我媽媽好像蠻愛的 因為我媽媽不太挑食 然後她就是蠻愛越南河粉 或者是那個叫什麼 港式的那個 你們知道港式的那個嗎 牛 可以給我那個名字嗎 港式的四個字 四個字 牛 牛什麼東西的 牛河 牛河 對不對 乾草牛河 然後反正就是 欸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反正但是他們就是那種 都是河粉型的這樣 然後我小時候都很不喜歡 但是我覺得 我長大之後 胃口有不一樣 就是 我後來 我不知道真的太餓還是怎樣 欸媽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娘 我們之前 跟叔叔阿姨一整團出去 然後 我說我一定很不滿意 就我一定會覺得這家很難吃 然後結果我後來吃的 比誰都還要狂熱的那一家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們好像是一起去高雄吧 一起去高雄的時候 反正對 餓了什麼都好吃 那個 反正我後來 我長大之後還蠻喜歡越南河粉 因為越南河粉的那個汁 我小時候覺得很不喜歡 那個味道很奇怪 可是長大之後覺得 是很特別的味道 而且 我小時候完全不能接受泰式 因為那個泰式料理 我就是覺得一吃就辣 可是我後來跟 就是跟成員一起去泰國 欸我好像也能接受了 我覺得應該有很多家 你這個死小孩應該很常發生這種事 沒有我真的是長大之後現在很會吃 好啦 喔對嘛 真的是越南菜嘛 對真的 也有可能是那一家越南河粉 真的很好吃 對 就在飯店隔壁園那間是越南 我後來就覺得 我小時候明明超排吃越南菜的 我怎麼會長大這麼熱愛 演不到熱愛 但是反正就是我可以 對 醫生菌我可能要再想一想 你可能要等我長大一點 心胸再開闊一點 我可能就會不計前線 我愛牛肉河粉 真的喔 我愛牛肉河粉 他說我愛牛肉河粉 對 跟剛炒牛河的不一樣 但是 口感上 口感上 像吧 河粉只是越南菜 喔 我沒有確定我其他愛 反正就是河粉 我後來可以接受了這樣 好啦 啊 好好一回來 該吃飯了 各位 嘿嘿嘿 好我要念飽了 我要念飽了 今天 我也聊了很多的食物 我台中還有什麼沒介紹到了嗎 唯一就是 不要住逢甲附近 太遠 逢甲 逢甲要到任何觀光區都好遠 醫生菌你這樣就可以收買我嗎 不過謝謝逢甲附近 今天有博成的和魯斯之夢 現在認AD的小號角 我又怎麼知道 呃就是 反正就是 唉唷 反正就是那個 住逢甲附近的話 離所有觀光區都偏遠 因為 我要 我從逢甲那邊要往 一中街 跟 承繼行村 有夠久 所以 對 就這樣 我還有什麼沒講 我不知道耶 差不多這樣了吧 有什麼嗎 沒有了 沒了 真的沒了 今天的 第15名 寫一下 CKUMK CKUMK 聽說也是一個Switch人喔 我跟你們說我把1,2,Switch開通到有26個遊戲了 但是我還沒有時間玩 我現在都在把握時間 有事沒事就可以帶著Switch去各家爬爬爬 不會 謝謝休澤 休澤來 你剛前面有來找我聊天嗎 哈哈哈哈 再玩王國下去更沒空玩了 確實 怎麼辦 Dreamy Dreamy 今天的 第14名 老闆老闆 公園 お疲れ様でした 謝謝陪大家度過這個連假 這個是之前的嗎 下一周也要加油喔 沒錯 接下來這個五月公演也要來囉 還是很希望能夠參加五週年演唱會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勇哥 我們五月的首籤手馬上加來了 哈哈哈哈 接下來又是一個 喔連續兩場喔 四場首籤手 期待一下全參賽們的喉嚨可不可以撐完 謝謝勇哥 確實 連假已經結束了 喔 但是聽說 這個日本的黃金粥今天是最後一天 是不是 應該要移民一下 今天的第13名 謝謝 哇沙米紅茶 有哇沙米紅茶 現在在連假 大彩特彩 是第一天喔 是第一天喔 對不起 是第一天 我剛說最後一天 黃金粥第一天 第一天 我原本想說這個時候可不可以把握一下機會去日本 結果 日本的機票 貴到我 真的是沒有辦法負擔得起 我真的是家裡開 開什麼 開金礦我才有辦法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耶 超級貴 這個時間飛對本好貴 嘿嘿嘿 所以我乖乖的待在台灣了 我相信大家看不出來 謝謝各位日本人 那個山下一點都不放 我的日本行沒有了 要不要考慮來新加坡 沒有黃金粥 你跟日本人反著飛 沒有 現在飛日本還是很貴 欸我跟你們說我前幾天在那個 小叉書 小紅全黃綠藍電子書上面看到那個 就是人家在科普小狼跟那個 安妮亞的那個男主角叫什麼來的 不是黃昏 那個那個弟弟 那個那個傲嬌 蛤我的那個什麼名字 那個少爺 那個小少爺 然後他們說他們的那個反應都一模一樣 跟一開始 對對對 赤子赤子赤子 就是 對名字太長了 赤子 就是 李小郎剛登場的時候的個性跟赤子幾乎一模一樣 就是死傲嬌 嘴巴很賤 然後 都會臉紅 然後 就是一模一樣的設定 果然 從古至今 只要是這種傲嬌屁孩 就會贏得方形 哈哈 沒有我不知道安妮亞後來有沒有 那反正就是 真的一樣 而且我看人家就是 他們是做那個影片 就是做那個反應影片 超像 超像 赤子沒有喜歡 嗯 確實 啊我記錯 記錯什麼 攻擊性差很多 嗯沒有 攻擊性也是差不多 呵呵 啊 然後你們知道最近 守護甜心在那個 日本的pop up store開了嗎 5月3號 今天開幕 然後 有賣很多東西 而且這一次 守護甜心居然主打中國風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太適 啊 真的太適 啊 因為我覺得現在中國跟日本 真的都是 打一模一樣的對策 就是日本就瘋狂的主打服務 不是會 日本妖 我說的妖怪就是那種 就是妖怪故事 然後跟那種 中國的 中國的那種 傳統的妖怪故事這樣 然後他們就是 可以把這件事情做的 包裝的很有故事性 然後很吸引各式各樣的人 然後 還有一些 現在中國很喜歡 把一些傳統藝術 也是融合在一些 新的產品裡面 然後日本也是 日本就是把很多的 中國的這種元素 傳統元素 也是塞進去 然後包含 其實我覺得日本 近年來真的 特別的熱愛 比較中華風的文化 無論是 你看像最近歌詞 也會加入什麼 我愛你 某夢帶 但是就是 還有他們的衣服 也是很喜歡 融合一些中華風 所以我就只能說 他們真的是 對市場很有透視力 他覺得這個是 這就是 這就是 市財的一種方式 有市場就做 對 然後我人在台灣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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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聽 我不想再聽了 但是我很開心 就是大家可以去 購買UNIQLO的 明珍珊 可能連明T喔 來跟他分享一下 UQ 自己提的要逛我們 謝謝阿高求留妹子老師 就是 欸 吉你太美 你 所以其實你是 蔡徐坤的粉絲嗎 妹妹還不睡嗎 嘿 月亮不睡 你不睡 你是什麼小寶貝 忘記了 登登 登登 明珍珊 他是5月1號發售的 然後好像很多 實體店面有一些東西受著了 但是網路上 都還是可以買的唷 歡迎大家 如果 如果 接下來有想要穿著T恤 去看柯南的電影的話 現在 入手是一個 好時機 對 我現在才知道 因為 我知道 蔡徐坤 但我沒有追他 但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 我前幾天 不小心 就是又看到了 他那個 基你太美的歌 我想到 齁 對耶 你的基你太美原來是蔡徐坤 哈哈 可愛 快聽 好啦好啦 我就是念榜了 他說 池袋太陽乘勇 不要再跟我說 日版要什麼了 我現在是飛不過去了 今天的 第 十二名 麵麵直播辛苦啦 謝謝阿伯陪我聊到這麼晚 辛苦啦 謝謝阿伯 而且 蔡徐坤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練習生子 練習時常兩年半 他的舞蹈實力跟 表演魅力 可以說是無敵碾壓 就是 我覺得他在第一集 偶練的時候就看得出來 他的 舞台掌控度 很高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 在舞台上是一種自信感 然後 今天的 第 第 第十一名 誠實的新加坡渣男 謝謝 健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壽星 好 已經過了 今天是5月4號了 恭喜你又陪我成長了一歲 好啦 今天的 下一位 我們的 下一位是 不然我們就 來守護甜心的歌好了 Qur 沒有加這麼多人啦 欸不對 沒有家人了 恩 好 謝謝你的解釋 讓我們恭喜今天的益生病 有人說無法接受麵加豆芽菜 你們知道那個嗎 有一些意麵就是 是台南意麵還是哪裡的意麵 都會加豆芽菜耶 很多乾麵會加豆芽菜你們知道嗎 乾麵加豆芽菜好好吃 國宿關了 關我的豆菜剛開直播嗎 我覺得豆芽麵很好吃啊 我覺得不好吃喔 豆芽有很多地方我會吃捏 我超愛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豆芽菜 可能不是麵的問題 可能是豆芽菜的問題 因為豆芽菜的菜味 就是我小時候也不能吃大陸妹 長大之後可以了 還有什麼 好 二郎系的拉麵 真的假的 台灣有嗎 二郎系 豆芽菜其實都是水 要把菜味拿掉 豆芽菜不高級的會有一種味道 但是我好像都可以 就是豆芽菜不高級的我也可以 你要來學一下 豆芽菜 那是什麼 豆芽菜可以加奶油 喔 我知道那個 嗯 就是很多東西加奶油都很厲害 因為那個 之前水蓮 就是我之前吃過一家居酒屋的炒水蓮 水蓮是加 好像就是煮奶油吧 它就是煮什麼 很多奶油 跟 加了很多東西 那個水蓮超好吃的 可是我平常是不吃水蓮的人 就是水蓮加在火鍋裡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很難吃 那那家那個 我之前吃的那一家 那一家在哪裡 那一家好像在東區 反正就是有一個居酒屋 但東區居酒屋太多了 所以我不記得名字 有一家居酒屋有 真的很好吃 二郎開 點少量的麵 然後 不是大春舞 不是大春舞 豆芽菜加爆 水蓮又沒走 喔就是我很害怕沒味道的東西 我小時候也 我小時候很愛喝水 但我長大也不太愛喝水 但我長大也不太愛喝水 因為我覺得水 沒味道 就 有點 當然水有味道也不太好 豆芽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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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有發過 對我沒發過 因為那一次是跟我的 私下的朋友一起去的 就不是 不是能拍的場合 我大春舞也是跟我私下的朋友去的 那不能這樣講 應該說 是我會 我跟 不拍照的朋友出去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沒有拍照 那不就跟林依一樣嗎 喔 林依依有點 反人體 工學 林 林依馨那個叫做 完全不用喝水 我跟吳同學吃的也是大春舞 我懂喔 因為我去吃大春舞不止一次 我是先被我的朋友 帶去吃大春舞 然後才帶著 吳其輪一起吃大春舞 然後才帶著 吳其輪一起吃大春舞 這個前後文是這樣子的 好的 再來 下一位 好 我現在跟你們兩送一個 雖然已經過十二點了 尤尼庫羅有原創的設計 不僅有主角 新衣 柯南及高人氣的角色 怪盜 積德 赤井秀衣 安士透等等 也特別使用了粉絲夢寐以求的原作和電視的動畫場景 將經典的柯南幫輝原戴上眼鏡 騎士新衣擁抱叉叉 哈哈哈哈 騎士新衣擁抱小蘭 呈現於UT上打造全新的UT系列 柯南幫輝原戴上眼鏡 柯南幫輝原戴上眼鏡 好了 謝謝大家 我講完了 自動打碼 自動打碼 欸但是 如果喜歡新兩檔的話 我覺得那件衣服的設計還蠻好看的 只是我是不會把它穿在身上的 就是我覺得這一次的設計都還蠻好看的 基德的我覺得最好看 然後 可愛的話 我只能說 算是 一種宣誓主權 因為它很大 你一走出去大家都知道你是可愛檔 然後 騎士新衣擁抱 小蘭的那一件我覺得很有設計感 然後 如果硬要說另外一個想要的話 可能是 可能是刺錦秀衣的吧 比起安士透 我好像比較喜歡刺錦秀衣 今天的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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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名 妹妹直播辛苦了 今天下午跑去看了 新技藝工隊 這部裡面真的刺激好笑 都催了 真的大推這部 然後裡面有幾位 假如沒看 前面又不知道是誰 反正妹妹有興趣的話 我沒興趣 哈哈 我自己是覺得可以二殺 車長我們宿舍教官 進來我房間查房 看到我桌上擺了三個人的觀眾旗 嚇到說 可以不用擺成這樣吧 一面面二米奶三果果 結果教官說假如是我的話 我會選蔡雅恩 然後又改改說 嗯我全部都要 然後問我 我 是我的話要誰 我就笑笑看待 啊你三個都買了 教官不用問啊 你就是選了這三個 謝謝教官 下次可以跟教官說 那個 歡迎來我們的活動 我會好好的給他放閃 畢竟我高中時期也是麻煩了教官們 不少 歡迎教官可以來找我們喔 我們這個活動也有不少軍公教職員 歡迎 我知道教官平常是一個 就是很需要在學校 其實我覺得教官基本上 我覺得算是一種心靈之上的職業 你知道 我不知道是女校才長這樣 還是一般學校都長這樣 就是 很多學校的學生很愛鬧教官耶 就是 蛤 官障怎麼可能 這個時間還在上班 這個時間耶 我跟你說 千萬不可以這樣 姐姐們補修不是這樣用的 請不要再非上班時間 繼續營業好嗎 不可以不可以 姐姐 這時候就應該關掉你的官障 準備去刷牙 洗澡 睡覺 這個時間不該上班 你知道嗎 我們要告訴自己 要讓身體休息 姐姐 你該去休息了 知道嗎 千萬不可以這個時間上班喔 知道嗎 知道嗎 這個時間你聽到的東西呢 你就要放水流 休息 不要管它 就是 左進 右出 右進 左出 然後放鬆你的身體 從你的眉心輪 到你的這個心輪 然後讓這個氣息往下 到心臟 慢慢的放鬆 到你的腳 告訴你的腳趾頭 今天一整天辛苦了 放鬆你的腳趾 小腿 慢慢的讓這個氣息流動到你的全身 烈姐來了 心臟不能放鬆嗎 可以吧 還在播 我去睡比較實在 好 我不知道來的是拉瑞嗎 其實我一直搞不清 關帳到底是誰會打開來看 今晚才開始呢 大家 我剛剛都已經用這個瑜伽的大放大休息室 來告訴大家應該要怎麼樣放鬆身心了 對啊 你怎麼還帶姐姐過來 你知道關帳也在嗎 關帳現在正在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時間關帳會在 好今天的第九名就是感謝我們的博傳 請告訴教官在選擇面面入股不虧 今天的第八名 面夢很安安 先預祝順利入栗子萌 謝謝你 我成萌您極言啊 EP39 九尾 名人帶著九尾在木葉散步 木葉也因此獲得了另一個稱呼 六胡春 這個是原創的嗎 這個如果是原創的話 這個分數很棒耶 這個不可以 這個很好笑耶 這個 這個過 這個過 我要你了 面面站隊 就決定是廢人爺了 很棒 這個很棒 這個 哇 大獲全勝 這絕對是我為了貝勒爺鼓掌最激烈的一次 聽起來好難過 可是胡春好好笑喔 掌聲鼓勵起來 這個給過 這個給過 今天的冠軍 今天的衛冕者寶座 我有點意外 連本人都很震驚 李嘉莉 就是我們今天的客座 跟貝勒爺您好啊 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這個客座評審 就是這個李嘉莉同學 請問一下李嘉莉 平常對邱平安的冷笑話 跟王一嘉的冷笑話 應該也是 有一點保護的這個機制了 你覺得這個貝勒爺選手的笑話 能夠逗笑您嗎 沒有回應 果然是被冷到了 看來貝勒爺這個笑話 過 飛行導師 沒有被討論 飛行導師 飛行導師 請給一點這個評價 怎麼樣 你覺得六胡春 感受怎麼樣 我是非常期待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到底是我的問題 但是看剛剛大家都一致好評 我是覺得今天這個還不錯 封頂了 是目前貝勒爺最好笑的笑話 冷到冬江了 我們這個飛行導師 要給出評價 是需要 好好深思的 評價不能亂給啊 例子她昨天說還好她不姓羅 不然她的臣被笑的就是 小豬 我覺得小豬蠻好吃的 但是小豬蠻難 就是吃很 吃的很累 所以我不會主動的來吃 我知道我小時候很熱愛的是那個 呃 那個 呃 那個那個 嗯 靈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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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靈角我也很不會用 就是靈角不是要播嗎 然後我每一次都會跟那個一樣 欸 CKMK 你神吧 你這樣看得出來我在說什麼話 你剛剛 嘿 你們看得出來這個是什麼 囉 想當蘿莉 你現在還算蘿吧 還算蘿啦 好不好 蝙蝠 不是蝙蝠 噔 這個是靈角 但是我也是超不會播 就是跟那個一樣 跟那個 糖草例子一樣 我也很不會播 就是 我只要 我只要播完他們就裂開 裂開之後我就會吸不出來 對 所以我即便熱愛他們 但是 非必要不會主動使用 今天的第七名 JACKY 明明直播辛苦啦 要繼續加班 謝謝啦 JACKY太慘了吧 這個時間在加班 謝謝JACKY 很期待你的台灣行 但是我最近的台灣行都在南部 不知道JACKY來了 有沒有機會去南部 謝謝JACKY 我現在 比香港 你比 你 你對 台灣的熟度 還比我對香港還要熟呢 今天 第六名 夏淺中 可惡 推出工商的那天 本來不想下載的 嘴上說不要 結果手拼命下載 基本上你就是一個 遊戲中度成癮的患者 不用想了 2 老闆加油啊 沒想到粒子萌的總戰力 在1288王國裡 已經到第七名啦 不愧是人數超多的萌 3 系統看到今天成戰一次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五天後啦 看要不要跟粒子討論一下 打個附近的城池 恭賀精靈女王大人 先拿下一個城池啊 這個我們的隔壁盟 隔壁盟的精靈女王 看起來他的戰士們是非常的英勇啊 我們的盟主也是不遑多浪的 好嗎 等下一個不知道 可是我基本上 我如果沒有大課的話 我大概不足以成為戰力 神推 為啟用 主推階層 1 潘淨儀 2 1 小恩1 李嘉莉 哼 我就知道 你依然是一個 啊 有 有想法的男人 非常感謝我們今天的 迷茫基云 什麼 一生去那句說什麼 菱角很好吃 可是真的很難吃 對 不對 不行 我不能上去一直聊天 大家主要是要跟李嘉莉聊天好嗎 這個 今天這 這一次業務的窗口 大家就是要找李嘉莉了 我們要讓她一次聊爆 今天的第五名 面面直播辛苦了啊 最近工作忙得有點崩潰 只要看老闆直播回血了 期待下次見面 我跟你說 夜公司看也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 最近呢 欸 不知道 接下來 嗯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 要開始忙手牽手 不對啊 就是啊 手牽手如果接下來 未來都是固定要兩次的話 那我們肯定也是會越來越忙的 而且 就是 我覺得呢 最近 是一個大家應該要動起來的時間了吧 所以我說 工作 希望 希望接下來我們也可以一起忙啊 工作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快 工作快來吧 蛤 蛤 問題是他只把我們當作客服 喔 確實 你們 欸 你們現在還是導師啊 你們都有這種經驗 你們要先把他教起來 他才會 你們要先 穩住他盟主的地位 你們現在都是輔佐他的成像 你知道嗎 當這個盟主 越當越高 開始有 就是足智多謀 開始謀略的時候 你們就會是他 很重要的騎士 大家知道吧 前期都是要靠你們先 我當初 對我當初 基本上也是你們交上來的 哈哈哈哈 從來就沒有成員 教大家一說 哈哈哈哈 欸 本來就是啊 你們玩遊戲的經驗 比我們多太多了好不好 對 而且盟主本身就是一個 只要出生就好的職位 謝謝大家 算了吧 好的 所以我該開始 雞駕了嗎 雞 雞 雞駕啊 雞 但是你休假的話 可以不讓你老婆知道嗎 今天的第五名 葉寇淑 噔 今天的第四名 喔 就是我們 我們再次踏上 王國紀元之路 一樣是 異級歹勞 異級那個異家知道吧 就是那個 很多的異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異的那個異 異級歹勞 圓 館 館 時隔多日 我們再次看見 異級戰神 這個 風光 然後 這個應該要什麼 風光凌烈嗎 我不知道 有什麼詞可以 形容那個 站在高崗上 然後那個風吹來 然後非常的 意氣風發 然後充滿著戰力 然後看起來 閃閃亮亮的那種 就是我們的圓滾滾 還有再次 站上了前線 而不是風光明媚吧 風光明媚的圓滾滾 非常感謝我們的圓神 圓神 音姿煥發 音姿煥發 微風凌凌 風雲再起 優秀 這些都是形容我們的圓神 圓神 難道有圓的 都是圓神嗎 魔法上 你小圓的 也是圓神 風中殘除 獨孤 獨孤求敗 沒錯 小僑出價是不怪怪的 風 於 殿射 紫禁之巔 好 非常感謝我的圓神 今天的第三名 喔 天哪 這裡的粉絲怎麼都那麼有趣 嘿 麵麵姐姐晚安 感谢麵姐事与我王者之笔 诶有看得出来我上面是写王者十五星吗 让我们期待下次的见面吧 我跟你说我为了就是想要 有一点那个签身写的那个梗 所以我那段时间又很认真的回去看了那个 你是我的荣耀 所以我原本试图就是 要写一些很厉害的词汇 诶结果后来发现我还是写不出来 希望大家有感受到 我就是那个语音support很棒 我刚才说语音support很棒的地方就是在哪里 例如说你可能是打上路的 我又说上路加油 你快要赢了快要赢了 天哪好强哦 你的技术真的是太厉害 一定可以让我们carry全场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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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需要我 我也可以去上路帮你哦 但是我觉得你太厉害 我觉得你一个人好像就可以让我们整场都赢了 真的太强了 你已经打掉一塔了吗 那你可以来中路帮一下吗 中路也靠你carry起来了 太强了太强了 我们的上路根本就是神吧 对就是这种语音support 杨大哥真的厉害啊 不喜欢吗 我就是负责语音support的哟 而且我跟你说 我当初非常的热衷决战平安静的时候 我真的有遇到一个很强的下路 我好像是打中路吧 我有跟你们分享吗 那一场 他是猫掌柜 猫掌柜 那个谁的话可能 就是我说角色的话可能只有那个明月之道 然后那场的猫掌柜就是 独领风骚 这根本就是 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遇到对面就是嘴巴很呛 就是我觉得玩 我觉得玩豆塔类的 好像多数都会遇到一点 就是嘴巴很臭的那种 然后他就在公开评挑衅这样 然后但是他们对面是有点内战这样 然后 对面那张 我们这边 是我们这边那个 对啊 我们啦 我们上路在疯狂送头 可是他 就是反正他不太 他在抢路 我想到了 他在抢路 就是他是选上路角 然后来跟中路抢路 然后我就逼不得已去上路 然后我去上路之后 他就跑去上路 然后反正我就是 真的是被气到 而且我又没有很强 然后下路就说 没关系 让他送头 他说我们不插 这样 他说对 我觉得那时候 他说最帅的就是 我们不插 然后我们就赢了 而且就只靠他一个人 带我飞 因为他跟 他的下路跟那个 下路是跟那个 就是有 他的撒破也是他的 就是一起的这样子 他的下路跟撒破 然后因为我中路 我虽然有打掉一塔 可是因为后面大家都知道 上路一直送头嘛 所以他们就是先去 上路一直打掉那个人的头 打完之后就是 要来中路打我 因为只要下路太强了这样 但是下路就是一路保我 哦 帅爆 好谢谢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这样的 很carry的神 好嗨 谢谢宇安 今天的第二名 今天上班 不过有个开播 我说忙了一下 感谢老板保佑 像是被笑了 运气很扯之后 我认真想了想 真的很扯 抽杯电货一番场的时候 是老板把幸运分给我是很正常的吧 毕竟大多时候是被我推更 是被我强迫去抽的 谢谢小安 但我还要感谢你了 毕竟我自己去抽的话 可能没有这个程度的幸运 所以我感谢你的幸运加成 就是让我看见 原来这些一番赏 是真的抽得到大赏的 今天第一名 你们直播辛苦了 这个月上小夜 终于可以比较像跟着上直播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上小夜的话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我直播的时候不是吗 因为大夜是凌晨晚上 可是小夜不就是我在上的吗 我现在就是小夜班啊 哦好吧 为了让你可以看到我的直播 我会超过12点 没有我是不会答应的 我平常不一定跨夜好吧 谢谢好好 上完班那么辛苦还看直播 今天的第一名好好 原来小夜班还看得到我直播啊 偶尔当一下薪水小偷啊 好啦 大家晚安啦 明天是要上班的 对不对 拜拜 拜拜 祝你 晚安 明明可以三点嘛 你说三点直播嘛 按错了 不是这个人的 拜拜 饿得要去叫饭吃啊 可以跟完 不然我就帅死了 哈哈哈哈 天天继续了 我只是在你说一句 晚安 see you 各位 goodbye 刚刚那个有点小恐怖 什么小恐怖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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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